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早 我们先来看几个需要花一些 比如说逻辑性的思考 我昨天有在新北市政府演讲 我演讲的内容是属于 针对现在的一个公部门的需求 那我们每一公务人员会收集资料 收集资料的过程可能会有很多的问题 还有就是他们要怎么收集资料 收集好资料应该怎么样运用 我已经放了一些影片在YouTube上面了 如果说您加入 例如说订阅我的频道 你就会看到 我昨天就已经把一些我的演讲内容都放上去了 演讲大概三个小时 所以比较快的可以去阐述一些影片 那这个课程的话 我想等到整个上完 我再去剪这一段影片 所以希望各位 例如说有空的时候呢 可以去看一下 秀一下给你们看好了 我还谈到王永庆先生的经营哲学 好 例如说 到YouTube搜寻我的姓名 例如说您输入我的姓名 然后你去 如果可以的话你就订阅我的频道 你就都可以收到我把新影片放上去 像我昨天放上去的是大树中部应用 我还举了一个王永庆先生 他在开米店的时候哪些部分数据分析 希望对你们应该有一些帮助 因为我觉得数据分析 您要思考的面向不是只有给主管看 而应该还要考虑到就是说市民他到底想要看什么 这当然是针对未来开放资料啦 应该都有前天做好那个范例喔 应该都有前天做好那个范例喔 就是有很多图表 我要针对这里面一些内容 要再跟你们再做更深入的加强 我想先谈仪标版 因为那天我们星期二的时候我们谈到仪标版嘛 所以我们就先看这一张仪标版 仪标版它也可以帮助我们去做分析 而且这个视觉化软体它其实可以给我们很多的idea 这个idea呢通常是在仪标版联动的时候 会刺激我们更多的一个需求 那怎么样去制作这一张仪标版呢 简单的说我们就直接把例如说各产品销售 直条图翻进来 再接下来我就可以像 例如说再把各年的销售统计 还有各月的销售统计分别放在这边 这样我们就有三个工作表放在一个仪标版里 那这三个工作表呢 我们现在要来去借由这个联动的概念喔 去刺激我们或增加很多的想法 举例来说在这个地方我设了一个筛选 筛选 怎么设筛选呢 其实很简单就是这个地方有三个按钮嘛 一个是叉叉叉叉叉叉叉就是不要使用这一张仕图 第二个就是use a filter 这个filter点下去之后它会变成黑色的 白色就代表没有 其实在很多的一个设计里面呢 黑就是有白就是没有 请各位稍微记一下黑就是有 所以在这边我们是有把这张工作表当做是筛选 把这张工作表的什么东西当做筛选 例如说科技这一类的产品 科技或家具或办公用品 这三个类别当做是筛选的依据 例如说当我现在呢点选科技 然后你仔细看一下 点了一下 现在是全部都有的状态 点一下之后呢 这边它就出现了一个情形 这全部都是科技类的那个产品 在就是各年销售的业绩 所以您可以发现哦 在这个地方它销售的情形啊 好像有看到这个是往下掉的 但如果说我们将换一个产品类比来去看 例如点选家具类 你会发现哦 2013跟2014它的销售业绩 并不是像港方这种情形 然后再来例如说点选office supplier 这边是不是也可以看到下降 所以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就可以去思考一下 科技类跟科技类下降 然后office supplier也是下降 所以通常我们希望2014年 的业绩应该要比2013年好 可是这边没有看到比较好 所以这就是我们必须要记录下来的一个重点了 还有什么呢 还有像例如说我们来看整体性 整体性要看到9月 就是在各月的表现里面 9月10月11 12 尤其是9 11 12 这三个月的业绩表现是非常好的 那我们现在分这三个类别来去看 点一下科技类别 我们可以发现哦 确实这三个月的表现有比较好 但是并没有达到非常好 9 11 12 那我们来看一下家具类呢 家具类 哎有哎 有9 11 12 它确实是非常好 那办公用品呢 也是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再去追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这个科技类的产品哦 为什么9月12月销售不好 虽然它还是维持前三名 但是在这个地方 这个问题啊 是必须要去探讨的 举例来说 我们在台北市的台北火车站销售太阳饼的业绩 跟台东机场销售太阳饼的业绩 我们来去做比较 好像感觉应该台北火车站那边卖太阳饼的业绩 是好很多的 可是呢 如果说发现某一个月差不多的时候 这时候我们就必须要去探讨 这个地方发生了什么事情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这件事情 所以找问题非常重要 这是借由仪表板的关系 然后我们去看互动 那接下来呢 我在这边我要总结 当我们今天哦 您不知道要仪表板要放什么东西的 那这个时候 那这个时候你就去文字创作 举例来说什么文字创作呢 例如说在我们给你的资料里面 我们是不是有说这边有很多的栏位 有属于文字栏位 有属于数字型的栏位 那属于文字的栏位 搭配一个数字的性质的栏位 去产生计算 那还有呢 仪表板它最棒的地方就是当你用两三个文字栏位搭配一个数字 例如说假设我今天呢 一个文字栏位搭配一个数字栏位 可以产生例如说各区域销售 这是一个文字栏位搭配一个数字栏位嘛 接下来呢 如果我今天我想要知道 各地区各类别产品的销售 这是两个文字栏位搭配一个数字栏位 这个情形就非常适合放在仪表板里面了 所以简单的说什么内容适合放在仪表板 所以像例如说这张报表 这张报表呢 它应该这么说 如果我们在一张报表里面全部挤进去就是各年各月各产品类别的销售嘛 对不对 这是一张资料表 但是我们现在用仪表板来去做的时候 你就去思考这应该就是什么 各时段就是各年各年的产品类别销售 所以仪表板的使用我想应该也不是很大的问题 而且更重要的重点 你要能够找到问题点 这才是重点 在这个地方 仪表板的一个使用 例如说筛选 刚刚在这一张资料表里面 用它来做筛选 可以的 那请问我们可不可以用 这一张工作表来当做是筛选 例如说 我只想要看到2013年的这个各类的一个产品类别的销售情形呢 可以例如说我也可以点选这个筛选 好那我们现在以它当做是筛选啰 所以我们点了2013 我们就可以发现啰 这个数值就开始有变动了 举例来说假设我们全部的情况之下呢 这边啊这边是不是可以看到它是83万 可是当我点了2013年因为我只要看2013年嘛 2013年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发现它是多少 它是17万5了 所以您可以发现它有这种情形 那我们来看2014年 2015年 2016年 原则上这4年 它都是维持 就是说这3个类别的家具 它是递减的方式 好所以意思就是说 这个筛选啊 这个筛选 它可以不同工作表之间 每一张工作表都设都可以 但是设了筛选之后 这一张工作表 以这张工作表的 类别项目来去做筛选的话 它的轴是不会变动的 它的轴是不会变动的 例如说我看2013年 这个轴 还有X轴 Y轴的内容变相是不会变动 可是您看别张工作表的这个 Y轴啊 数值大小就是会产生变动了 例如说我点它 当然全部 你看这边 轴或者是直 它都会做一些改变 有没有这种方式可以改变我们的一个呈现的视觉效果呢 像例如说我现在点2013 然后它呈现这个17万5 可是我会希望它的轴 这个坐标轴还是维持80万 不要变动 而且呢 而且我会希望说看看说2013年是不是占那个四分之一这个比例 好 如果说您想要看到就是说跨年之间的关系 那么您必须要学会仪表板的技术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操作要怎么控制 首先先把所有的 所有的 例如说设过仪表板控制的方式先关掉 例如说 刚刚这边使用了use us filter 顶一下它就变成什么了 Don't use us filter 就它就变没有做筛选了 这个也要去做 可是假设你这边有三张资料表 你也不知道哪一张有做 哪一张没有做 那很简单的一个做法 现在我们在仪表板 怎么样拿掉所有曾经做过filter的方法 在这里 它这边有一个功能表 其实我们介绍功能表的机会不多 我不晓得各位 你有没有觉得 因为好的软体 好的软体 其实基本上的一个操作 比较少会用到一些其他的功能 它都把这里面的相关功能写进去了 可是呢 接下来 因为我现在要做特殊的操作 所以点选 跟仪表板相关的功能 所以点选Dashbow 点到Dashbow这边 接下来有一个叫做Action Action 就是行为 行为 行为 在美工软体里面 它翻成叫做Behaviour 我觉得 它用Behaviour 比较不太适合 那我们这边用是一个 就是动作的意思 动作 那我们来设定一下Dashbow的Action 然后在这边 当我们今天看到这个Filter 我们就直接把它什么 Remove掉 这就是我们 不管是哪一张工作表 曾经做过任何的Action 这边全部都有记录 接下来呢 那我是不是想要去设定那个高亮 高亮的模式 意思就是说 假如说今天当我 我是科技类这个产品 我要设那个仪表板动作的时候呢 我希望 我希望别张工作表 不是要透过Filter的方式 而是透过高亮的方式 显示什么呢 透过高亮的方式 显示 有使用 或者是有属于当年 或不是属于当年 或是属于这个类别 不是属于这个类别 全部都显示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透过这个Aid Action 增加一个Action 而且呢 不是用Filter 而是用Highlight 好 那这边呈现的内容是什么意思呢 在这个地方它是说 当我现在我设定的是 Highlight 1 什么的Highlight 1呢 这边我建议各位 您可以试着去打 例如说我是针对各类产品 各类产品 各类产品的Highlight 然后呢 各类产品 类别 点选之后 它会变成什么 它会变成说 当我今天在这个仪表板控制的时候 这个有三种操作方法 一个是Hover Hover是滑鼠移过去的时候 这个是什么 这是选到的时候 选的意思就是 一定要点一下它才叫选到 点一下它才叫选到 预设是这一种 那Menu的话 它可能就可以再去 多做一些控制 例如说Menu就是一个选单 选单 所以一般我们大概就只有 透过Slay或是Hover 来去做设定 好 那我们现在来去用预设 这在接下来TargetSheets 是什么意思呢 其他两个工作表之间的变动 其他两个工作表之间的变动 我们全部都要应用 好 就是应用这个高亮的情形 好 所以其实当你今天选 选用高亮的方式来呈现 好 来去做仪表板联动行为控制 这个时候 其实你什么都不用改了 而且我建议各位 未来我们公布的开放资料 一定是用图的方式来去呈现 这个时候呢 一定都是用highlight 而不是filter OK 点选 OK OK 然后接下来我们现在就来看 您可以仔细看一下 这边的座标 例如说六百可以 例如说六十万三十万 好 我们点一下这个technology 我们现在来看technology 这一个类别点一下 您会发现一件事情 你看通通都没有任何的一个情形 通通都没有任何一个相关性 为什么 那这边可能就要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例如说当我点他点他 你有没有发现都没有任何的颜色的改变 好 那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因为我们在这个地方所呈现的资料 我们是以什么为主 我们是以产品类别 产品类别的销售 可是在这个地方却没有用到任何产品类别 所以变成说 我们必须要在这里面跟这里面增加产品类别 好 我们回去加一下 回去加一下 意思就是说 假设我现在点他 那他必须要去呈现什么 他必须要去呈现就是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各类 各类这三类产品的销售 可是 刚刚在做 之前在做 各年销售统计 有没有放进去这个technology 这些产品类别 没有嘛 我们现在加一下 比如说 回到这一张的工作表 点一下他 您看一下 这边有没有产品的类别 没有 OK 很简单 我们就直接把产品类别 例如说 在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主要的产品类别 直接翻过来 看您是要以 例如说 什么方式来去呈现 那 当然 如果你不知道 你就直接放在这边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你就直接放在这边 那当然如果你放颜色 我们来看一下 颜色 有看到 他就分别 用三种家具 然后用颜色来呈现 好了 我们先还原一下 那如果用大小呢 你就会发现 他用这三个 三个提醒来去呈现 总高度没有变 好 可是他用三种不同的大小 来去呈现 那 还有 因为我们实在不知道 我们该放什么的话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 就直接 直接这边 放到这里 好 这意思是什么呢 这意思 他就变成三个区块了 三个区块 三个区块 那 我们来看一下 刚刚 仪表版 喽 你有没有发现 现在 当我点一下 Technology 有看到吗 这边呢 这个 整个 现在我们是全部呈现资料 然后 接下来 你有没有发现 这张 视图里面 是不是也有看到 一模一样 就是说 这是90k 90万 60万 30万 好 你看 刚我点了科技类 你看 他这边是不是还保留原有的资料 好 原有的 这个轴的坐标 全部都呈现 所以 这个概念要请各位稍微注意 唯一 美中不足的地方 唯一美中不足我要特别强调 折线图例外 折线图例外 各位 现在我们所呈现的都是面积 以面为导向 它是可以这样做的 但是折线图它是不是只有线条 它是不能做到这种高量呈现 好了 那相对的还有一个 各月销售要我们回去 然后把这个成名的组分类放下来 我们现在来一起看一下咯 刚刚的仪表版 如果说我们现在全部呈现 没问题 但是如果我只要看这个technology 可以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9月11月12月 它的高度不是很高 还蛮平均的 跟什么10月来比 它是蛮接近 可是如果说我们今天去看furniture 有看到 有看到 就是说这个的大小 三个之间的一个差别 这个的大小 一样 都差异性是蛮大的 所以我只是要告诉各位说 当我们今天 有时候可能呈现资料的时候 会以高量的方式来去呈现 这是一个蛮不错的一个使用时机 而且多半我们会用在开放资料上面 因为当别人要去做那个联动呈现的时候 他不希望你用过滤的手法 而是使用高清高量的方式来去呈现资料 所以在这个地方有没有问题 可能您会问一个小问题就是说 那我请问这张工作表要不要设高量 这张工作表要不要设高量 好 我们刚刚是不是只设了一张 就是设了一张就等于全设了 好 因为我刚刚我们第一个选项 这边dash dash4 然后action 针对它我们来编辑一下 这边是不是三张工作表都打勾了 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一口气就把所有我高量要应用在一张工作表 好 所以其实我们都已经设了 那我们现在来去看一下是真的这样子吗 好 那请各位注意一下哦 因为我们现在我们现在哦 我刚刚是不是用这种方式来去把类别加进来 好 例如说我现在如果点2013年 这一个是什么 科技 你有没有发现 他就 他就变成2013年 1月到12月 然后科技 但事实上他这边选择的 不是 真的 2013年 他这边会 这边所代表的意思是 所有 2013 2014 2015 2016 这4年的1月 这点要请各位知道一下 因为这两者之间 有没有 有没有类似像刚刚建立好 刚刚那种产品类别的关系 因为 请问一下这里面有没有把月份 给他 并没有 好 所以这点要请各位注意一下哦 所以你看当你点到2013 你看整个technology 全部都 都 选到了 这 代表是什么意思 这根本就代表说 这4年 这4年 每一个月 他的一个销售 好 所以这里要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哦 所以 当你今天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 当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然后 正确的一个选法 正确的一个选法 应该怎么选 Dashbow 刚刚的 action 产品 各类产品 highlight 然后 编辑一下他 另外两个就不要勾了 可是你不勾会变成什么 好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点一下 点一下他 他没有反应 好 所以记得哦 记得 当我们今天在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 我们可能会以这一张 最左边这一张来去呈现高亮的行为 好 所以我们改回来 好 所以通常我们都会以左边当作是一个 类似筛选的一个条件 然后右边再去呈现 呃相关的结果 再一次的提醒 折线图 里外 因为折线图他没有面 来去呈现 他是一个线 这是仪表板 那请你们现在动手玩一下 仪表板 我们先来回到最原始的 connect connection 这个地方 来跟各位 分享一下 这边 connection 他有一个aid 这个 概念呢 很重要 他在10点插板 他改了一个 我觉得他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变革 例如说 当我今天我现有的这个资料嘛 我刚刚那张工作表 我之前我是从一个ecel档案把档案叫进来 我有oders 我有people 我有return 好 那这三张工作表 可是呢如果我今天呢 各位当我们在做大数据分析的时候 可能我要结合地理资讯 我要结合温度 我要结合 我要结合 例如说 商业行为 像 实价登录 好 就是我要计算各区 或者是里 他的一个 房 那个地价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能会希望 增加一些资料表 举例来说好了 这张资料表 我会希望 呈现这个圆形图的时候呢 我会希望呈现 各区 或者这边是各类 各类嘛 那假设我今天我去做那个各区的销售统计 那我希望把区经理 这个区的负责人也呈现出来 例如说好了 我希望成 假设我今天我去做一个资料 可是我会希望是做各县市 我绝对有县市的资料 但是我希望加那个县市首长的名称 然后甚至再把他的预兆放上去 就是 很多都是有这种 这样子的一个使用范围 可是我们这资料里面 只有 区 并没有 这边我们应该只有区 region region 还有那个 region 应该就是西 中 北 南 好像就是市区 我们来看一看 好 例如说我新增 新增一张工作表 好 例如说我现在我把region放进来 region 我们是不是只有这四个区 可是呢 我们有没有那个region的 例如说负责人 并没有嘛 所以我们现在自己再去做一张好了 我们怎么样去做一个很单纯的文件 来麻烦请用 你用记事本也可以 你用ecell也可以 好 那我想我们最长 好像 会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说 学校每一个单位 或者是相关的人 他在制作 资料的时候 他最容易的 一个方式 滑鼠右键 新增 一个ecell 工作表 好 然后例如说 这个资料我就叫做region 随便 就算我们设中文都可以 例如说 趋经理 好 我现在增加了一个ecell 它叫趋经理 快速点两下 那当然 我们有四个区 所以一样我就直接设 第一个栏位 名称 不要打错字 这个字不要打错 那当然 下面有几个字 如果你 不会打 我们可以 稍微看一下 订单里面的region 好 有central 每个字都不要打错 它在这个地方 等一下 如果你没有打错的话 它会自动的帮你 帮你怎么样 关联起来 好 那接下来呢 在b1这边 我们当就是manager呢 好 第一个字大小了 然后接下来就打人民 你随便打 比如说Cam 好 Mary Tom 好 John 就随便你打四个 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这个档 是不是就做好了 叫做趋经理 然后接下来啊 就直接把它储存起来 您也可以把它存成csv 也可以把它存成txt 对不对 这我想应该都没有问题 全卡档之后呢 全卡档之后 全卡档之后 我们现在来做一件事情 回到 回到资料来源的地方 回到这个data source 最初这个来源的地方 各位 在这里面并没有刚刚我们做的那个档案 插板 10.0以后的版本呢 在这个地方直接add 直接add 好 我们点选add 那我还是要提醒你一件事情 您看一下喔 现在我们的一个data 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只有看到一个资料库 这个资料库 是被打勾的 请你先注意这件事喔 只有一个 因为 Tabril他可以开很多个资料库 这也是他很棒的地方 例如说 我 假设我今天我研究是跟疾病相关的 我可能这个档 那个筛检 我想要去看一看 他有没有定时去做筛检 然后呢 罹患癌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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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癌登资料库 他可能要开第二个资料库 还有我想要去看一看 他的家人 罹患癌的病历史 那我是不是要串那个护症的资料库 他可以串很多资料库 Tabril很棒 可是呢 在这个地方 10点插板 直接加 透过这个add来去加 好 点选add之后呢 那你就要去选择咯 我刚刚那个档案是不是Exale 刚刚那个档案做在哪里 你不要 不要问我 因为你应该知道 你做在什么地 你刚刚把那个档案 做在什么地方 我是放在 食药署这里 好 这边有一个区经理 区经理 这就刚刚我做的 9月21号 10点11分 就是差不多刚刚 2分钟前我做好的 然后点选open 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我刚刚那个档案 我并没有去设 我并没有去设 那个工作表的名称 他这边是不是多了一个工作表 稍微注意一下喔 这边有两种不同的颜色 两种不同的颜色 为什么用两种不同的颜色 预尊 可以告诉我吗 为什么用两个不同的颜色 不是明显 是来自不同的档案 他只是为了要告诉你这件事 就是明显是用颜色来告诉你 但是两个不同颜色代表 他是来自两个不同档案 所以你去看最右边最右边最右边 最后边 在资料的结构里面 你看这边都是蓝色的喔 这边就是另外一个档案 另外一个档案是不是有一个工作表1 就是来自于什么 区经理这个档案工作表1 好 这个内容 好了 那这就提供给你们参考一下 我可以很容易的把两个档案 合并在一起 那我们来去看一下自己的资料 首先还是要看一下这里 我们的资料 还是资料库啊 还是只有一个 所以这里要请各位稍微知道一下 他我觉得用一个比较好的方式 来去让你知道说 成功的跨档案 跨档案 来去准备做资料分析 好 所以这点还蛮重要的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去看一下我们的 我们做一个圆柄图好了 我们做一个圆柄图 那做什么圆柄图呢 好 因为我们顺便要来跟各位分享一下一些比较特殊的应用 好 我们新增一张工作表 我新增了一张工作表 然后我想要去做 假设我今天我去做那个各个区域的销售 各个区域的销售 然后我希望放各个经理的名字 是不是可以 当然可以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我们先做出一个工作表 好 各个区域 点两下 那各个区域里面是不是会有经理的名字 好 所以我就把manager放在这边 好 所以中区是cam 东区是mary 然后 南区是town 西区是john 他们的销售 然后我用圆形图来去呈现好了 圆形图呈现 那这边它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region region 有西 然后东 南 这几个不同区域 可是呢 我们如果说呈现资料的话 有看到managerregion 还有这些的区域 我们不太可能是用像刚刚那种 这种方式来去呈现 我们理论上应该是画有一个西区占比例是多少 好 的这种圆形图 所以呢我们先把我们的一个region 先拿掉 我们先把我们的那个经理的名字拿掉 好所以直接把经理的资料拿掉 我们重新画一次好了 就是说画一个经理 怎么样重新画 用它来恢复到最原始的状态 来选择region 然后接下来把销售金额打上去 画一个圆形图 好 这个圆形图为了让大家去看 所以我先把它entile view 就是完整的呈现 我们一个一个把想要放进去的资讯给它 例如说 第一个我想要放那个区域名称好了 因为游标移过来的时候它确实会呈现嘛 什么changer 然后销售金额是多少 所以呢 怎么样去呈现 所以我们点这个t 点这个t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它就会把那个数值呈现 可是如果你希望把那个 例如说它是属于什么区呈现 那我们就必须要把region region 搬到label这个地方 它就呈现了central 那接下来呢 那这边是不是有四个区域了 如果你希望再放 例如说经理的名字 那我是不是可以把这个manager 放到label这边 这样就有两个了 好 这这都是标签 这个标签我想没有问题 那可能你还会想要放那个 总价 总价 好 这都是既有的 都可以放 好 这都是既有的 label你可以放很多个 这没有问题 你的原型图呢 就是画一个原型图 然后又放这些东西 然后接下来 我还想要放名次 我还想要放百分比 好 这些内容应该都是 比较特殊一点 但是可能还蛮实际的使用 因为这边是最多同学问说 老师那些label怎么出来的 我们刚刚在这个地方 你已经放了很多个label在这里了 有 这个 region label 还有什么 managerlabel 还有 销售的总计的label 所以这边看到三个label 看到三个label 然后接下来请问 可不可以再看到第四个label 所以我们今天把这个sales 搬到这个label这边 它不会增加 因为重复的它就不让你增加了 所以我们先做修改 举例来说做什么修改呢 这边滑鼠右键 针对这个label滑鼠右键 这边有一个quick table calculation 就是快速表计算 快速表计算 在讲义上我也有给各位 快速表计算可以算出很多东西 例如说 算出什么 算出我们的percent of total 这是什么东西啊 这就是百分比 就是这个面积所占的百分比 这意思是什么呢 这意思就是 当我们今天在程序员群图的时候 他就会希望说 他有一个百分比 的依据 因为通常我们在报告的时候啊 我们都会讲说 我们那个西区 西区呢 的john经理负责的区域 然后呢 他的总销售呢 占总公司的销售比例超过三成哦 这意思就是说什么 他们公司的业绩啊 业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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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总共四区嘛 所以他超过了那个平均表现 而且表现得还不错哦 好 那 百分比是多少呢 31.58% 那请问一下哦 我们可不可以再增加 增加那个 以销售为 排名次的那个 或者以销售金额的总计的 label呢 好 那当然做法就是什么 直接把sales搬到label这个地方 你看这边是不是就增加了 因为这两个不一样咯 因为这个是销售的总金额 所以这边是不是看到一个总金额 总金额 好 可是我现在要把它改成名次 把它改成名次 所以滑鼠右键 滑鼠右键 然后接下来要quick table calculation 然后接下来点选rank 哦哦 怎么会这样子呢 大家都是1 大家都是1 有看到吗 这就不对了嘛 好 所以我们是不是要再去做修改了 好 那当然这个时候呢 我们该怎么修改 我们要修改是这个有三角形的 编辑这个table calculation 好 怎么选 为什么选 这等一下我再跟你们分享 请你们 请你们先不用做这个 这个我先把它删掉 好 就请你们先只要做到有百分比就好了 好 做完咯 我接下来我们要再增加 一个 就是销售总金额放在这个地方 好 所以呢 直接把sales 搬进来到label 这样子的话 是不是就会有总金额 总金额 那这个总金额 在这个地方 不是四个区的total 是各区的total 总金额在这里 可不可以直接把那个名次放进来 当然可以 这就是现在我们要完成的目标 所以呢 在这个地方 我们透过有一个表计算的功能 滑鼠右键 所以点选 这边有一个quick table calculation 然后点选rank 可是这样算出来 大家都是第一名 为什么大家都是第一名 我应该这么说好了 他就只比 只比自己 好 就是这个区 的 都是west 所以大家都是第一名 这个区呢 都是central 所以大家 都是central 所以大家 只有第一名 只有第一名 这个名称 没有第二名 没有第三名 因为全部都是central 好 所以呢 这是预设 我们是不是要进行修改 怎么修改 滑鼠右键 那你这么多的栏位 我要修改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 edit table calculation 我就是要修改它 好 然后其他都不是嘛 其他是清除table calculation 它就恢复变成原本的加总的情形 好 我们现在要修改它 修改它 怎么修改 现在我们要做的是rank 然后接下来我们选择的是什么 这一个特殊的specific dimensions 可是什么选都不对 什么选这边都不对 因为它的作用 它是作用在那个表里面 不是作用在这个 作用在这里 所以你怎么选 所以你怎么选 请问一下dimension dimension 是不是选那个名称 上面那个名称 可是我现在呢 我要做的是什么 我要做的应该是透过sales的总计 所以怎么选都不对 因为如果说我今天特殊选 或是选别的 你都不能去做一些选择 好 所以呢 我们要去做 先增加揽位的方式来告诉你了 好 我要去算出来 谁是第一名 谁是第二名 谁是第三名 谁是第四名 好 我们来看看怎么做咯 首先它的做法 为了我的一个好看起见 我们先把现在这一个sales 然后sales先把它清除掉好不好 清除这个cable calculation 至少它恢复变成总价 总价 好 那我们来看看这个rank要怎么算 然后等一下呢 我要恢复变成一个表的方式 表方式就可以算出第一名是谁 第二名是谁了 那我们接下来来看这件事情 就是说如果说我们今天要去做名次 它的做法是这样子 就是说在这个地方我们并没有名次这个栏位 然后在这个地方如果说一个工作表是很容易画出来这个名次 可是可是在这个地方我们做不出来 所以呢我们必须要新增加透过新增加一个栏位 透过什么来去做呢 首先我们滑鼠右键点选sales好了 然后这边是不是有一个叫做create create就是创建建立的意思 新增栏位的意思 新增栏位这边有一个叫做什么 然后呢直接取一个名字叫做rank 就是排名的意思 排名 然后接下来呢在这个地方 在这地方哦 我们直接改成用index的方式 那什么叫index index很单纯就是一个所以 建议各位哦 因为它是一个韩式 韩式通通都是大写 所以你在打字的时候 你打大小写都无所谓 反正重点是当你打出来in 我接下来哦 我可能就开始希望是透过选择的方式 例如说现在往下 是不是就选到了index 然后点选tap键 就放上去了 那如果这下面这个讯息啊 下面这个讯息 the calculation is valid valid就是正确 有可能会产生错误哦 好 所以呢这边要麻烦请你稍微注意一下 如果产生错误的话 请你还要仔细的去看 请你还要仔细的去看 例如说我就随便做一个错误好了 你有没有发现这个错误啊 这个错误 它是不是框前面的indx 所以这个错误的意思就是说 五尺函数 然后你看这个红色 这边是不是搭配红色 好了 那接下来如果说你今天 index 然后这边随便打一个 打一个1好了 你有没有发现这个 这个 the calculation content arrows 包含一个以上的错误 在这个地方 它就会告诉你 这个地方是错的 好 你就要仔细看一下 知道哪里错误 再去想一想 为什么这边是错的 然后点选ok 好记住哦 rank 1 这个是栏位的名称 再来index index 加续数 那个索引编号 1234 就这样子而已 ok 接下来把这个rank1 也当做是label 滑鼠右键 然后编辑一下 这个table 选这个 specific dimensions 然后选region region region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一定要记得选 自定哦 自己去设定 我要的是sales 销售 然后接下来呢 在这个地方我用加总的总值 当然是 递减 从第一名开始往下 好 应该是递增 应该是递增 1 就是越大的那个数值呢 我排成第一名 然后 第二大的数值排成第二 所以这应该是递减的方式来去编好这个index 好递减 然后接下来就关掉了 然后这边就会告诉我说这是第一名 这是第二名 这是第三名 这是第四名 就不是都是1了 排序就是这样做出来的 但是如果说我们今天再换另外一个方式哦 我们直接 这张资料表 如果我们直接换成 这个表格的方式 这个表格的方式 现在我们已经做了一个就是说 这个区域 然后还有这个销售嘛 如果我们再把一个销售当做是label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滑鼠右借 快速的去做表的一个计算 这边也有一个rank 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这边我是用那个rank1 然后呢 这边呢 这边是用什么 用表计算 所产生出来的 好这种方式最简单 这种方式最简单 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今天是一个表格的话 我再重新做一次给你们看一下好了 我先把它全部清掉 如果我今天呢 我要去画一个很基本的资料表 然后去说 谁是第几名 例如说 假设我今天 我们来去做那个 各类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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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销售 销售来去呈现 可是呢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如果我希望呈现说 谁销售第几名 这个时候啊 怎么样去做这件事 直接滑鼠右借 滑鼠右借 然后透过快速的 Table Calculation Rank 然后 你有没有发现 销售第一名的是这个 科技类的 第一名 然后接下来呢 Furniture 里面 Chairs 第二名 有看到吗 是不是直接快速算出来 你要不要去写韩式 不用 可是 这个时候 如果你又要使用那个 加总嘛 我想这应该是蛮可能的 这个时候呢 麻烦你再把 Sales 再放到 那个 Label 这边 你有没有发现它变成什么 就是说 它 一个值 是什么 是名次 一个值 是它的销售额 这个是非常容易 简单做出来的 你根本就不用计算 你只需要透过什么 这边有一个很棒的 功能叫做 快速 Table Calculation 新功能 9点插板 是没有的 10点3 10点3 才开始出现 我们刚刚曾经有新增了一个栏位 叫做 Rank 1 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到有一个叫Discount Discount Discount是什么呢 是折扣 也就是说 假设在这个地方 我要去计算 计算出每一个 值 每一个销售 它折扣后的那个金额 那当然就是什么 那当然就是真实的销售 Real Sale 真实的一个卖价 应该就是什么 就是 销售金额乘以 1-Discount 好 所以我们来 怎么样去算出来 Real Sale 好 滑鼠右键 点选这个Sales 然后点选Create 然后 Calculate File 我再重新讲一次好了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销售 那这个销售呢 我们是不是要 透过一个所谓的 Discount 好 然后才能产生真实的销售额 所以呢 我们就用 销售金额乘以 乘以什么 1-Discount Discount都是那个0点几 当然有可能不打折 所以怎么做呢 你可以用滑鼠右键点它 去新增 所以滑鼠右键点选Sales 然后新增 创建一个新的栏位 计算栏位 然后接下来 请在这个地方呢 输入什么 例如说 这是我们真实的销售 Real Sale Sales 好 就是真实销售 你也可以打英文 中文 也可以打中文 再来 请问一下 销售那个金额 销售金额 就是我们用那个 销售的金额乘以什么 乘以 刮壶 1- 好 那如果你要选择某一个栏位 我这边要告诉你 就是用这个刮壶 中刮壶 要用这个中刮壶 然后自己打字 可是你可能会打错字啊 对不对 所以我不太推荐你用自己的打字法 你直接用拖曳的方式 这边有一个Discount 直接按住它搬进来 搬到这个上面不是有一个三角形吗 搬到这个三角形所指定的那个位置 例如说我要放到1-的后面 然后又刮壶 您看一下 这样子的话 下面这边 它说这个的计算is valid 就是正确的 好 OK 那我们是不是就 产生了一个 real cells 那real cells 请注意前面那个符号 前面那个符号 它一定会出现一个锦字 因为 因为它是数字嘛 对不对 我们增加出来的那个名称 如果不是数字 你就要记得把它搬到 dimension这个地方 那可是前面它会多一个等号 你有没有发现 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 这是经由我们手动计算出来的意思 也没有什么很特殊的啦 各年 2013 2014 2015 2016 销售 销售跟 那个真实销售 获利之间的差别 好了 那我们例如说 新增加一张 资料表 新增加一张空白的资料表 那因为各年嘛 所以我们先把 跟日期有关系的 older day 显示出来 接下来呢 我们是不是有 销售 销售点两下 还有real cells 点两下 甚至在把获利点两下 那我们在这个地方 看你要呈现的是什么 什么图表 例如说这是横条图 横条图转一个方向就变直条图了 然后接下来这是累积 这是什么 各个分别呈现 所以我觉得现在应该是呈现这样子的一张 资料表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在这个地方 当然红色是我们实际的销售 销售越多 可能我们产生出来的折扣会越多 销售越多 可能会产生出来的折扣是越多的 你有没有发现到 销售越多折扣 所产生的折扣也是越多 那您觉得折扣是损失呢 还是必要的一个支出 就是您觉得是一个支出还是损失 这个对于一些经营管理的层面来说的话 是有一些意义的 因为有些老板他会认为说 就好像说我们花佣金嘛 或是当作是一个费用 比如说当广告费来看待 那还有另外一件就是说 那我就景气不好 我就不要做广告 景气不好 我就不要再去打一些折扣嘛 对不对 好所以这边都会有差异性的想法 提供给你们参考啰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大概可以知道 那个销售的金额跟 跟什么 真实的销售之间的差异 我们现在跟各位分享 职方图 职方图 那点选这个 新增一张资料表 职方图是什么 职方图 通常我们再去算那个 例如说 登革热的病例做好了 他在每个月是不是资料 就是登革热病例 病患发生的情形 有没有一个分布情形 分布有好多种 有透过经验法则的分布 我们就是可以得到一个最高的一个值 举例来说我们 台湾各 例如说 一个 卫福部的人的身高 来去做调查 例如说 男生好像发现在 170公分左右 女生大概在 160公分左右 达到最高 然后 可是接下来呢 他会往 往 例如说 180 方向递减 往 例如说 男生 170到180 会慢慢递减 然后 170到160 也会慢慢递减 乘一种分布 那这分布 我还是给你们看一下 图好了 例如说 到底什么叫分布 例如说 假设我们讲说 卫福部男性的一个身高的分布 我就随机去抽样 例如说 30个大数法则 或是1000个 那我就想要去看说 这个 这个平均 平均大概是多少 例如说 170公分 然后呢 170公分到180公分 就 慢慢 逐渐的下降 170到160也逐渐的下降 反正就是 170人数是最多的 那我们最后可以画出来像这样子一个分布的情形 那通常分布呢 有 有很多种像这种成中型的 也有一种是单尾的 单尾的 例如说 这个叫做右尾了 反正就是往右边一直不断的往右延伸过去 当然有可能是左尾的 那还有分布有可能是不规则的 所以 那个 学卡夫他就是 他就提出一个特殊的分布的计算 反正这些分布都是跟我们统计是有关系的 我们来去观看一下 例如说 我们 那个各产品类别 各产品类别 各产品类别 他的一个销售好了 他的一个销售的分布的情形是怎么样 好那我们可能呢 先把这个 sell 快速点两下 就是 通常我们算分布的话 大概就只有丢一个数值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就直接点这个分布图 这样就算完了 可是 分布图有一个很重要 就是那个病 例如说 好了 我们想要知道就是说 那个 登革日 耗发在几岁 几岁的一个分布 我们可能就要去定义 例如说 四岁为一个兼具 那现在例如说 我们 这个地方 你是不是要去定义 他的一个定义是这样子 就是说 这边是0 然后 接下来这边是447 他一个病的宽度就是447 然后再接下来另外一个就是894 因为 447乘以2就是894 就是0到447 这边 有很多很多 然后接下来 那 447 开始到894 是有多少 就开始下降 好 那我们可能 哦 要去修改一下 修改 病 因为这是我们常常会做的事情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那病的修改在哪里 病的修改 所以在这个地方 请你看一下哦 刚刚我不是直接 只有点一个sales吗 对不对 然后sales 很单纯的 很单纯的 很单纯的点了一下 这个 histogram 他这边就会变成 把一个数值变成两个数值 其实他会多了一个叫做病 所以 请问一下哦 病是文字还是数字 因为这个东西 这个病是多增加出来的吗 所以去哪里找 所以你觉得去哪里找 这个病 如果没有这个观念 因为 这些东西是不是都是来自于维度跟测度 对不对 放在栏列 那这个现在是不是多了一个病 所以你要去哪里找 你会去维度里面找 还是去测度里面找 测度 因为他是那个阿拉伯数字吗 0到447 那个447 那是 那应该是阿拉伯数字 好 所以你去看一下 诶 没有耶 所以就开始往上找 我本来我也觉得 应该放在这里面 这是合理的啊 好 我只能 我只能特别特别 请你们注意一下 他把那个病放在维度里面 那重点是我会想要修改 怎么修改呢 滑鼠右键 然后有一个叫做edit edit 来去修改一下 通常 我们 不是电脑 我们都会取一个整数值来去做 整数值 也许是0到100 100到200 200到300 我们是人不是机器 我们没有办法去算那个 那个 例如说是很多小数 好 所以建议我们自己来去设定 所以呢 怎么样去设定 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size of beans 是不是看到447 所以呢 我们可不可以把这个值改成 例如说100 或400 就是我们的习惯应该稍微注意一下这件事 所以我刻意会改成100 然后接下来这边是不是有一个最小值到最大值 那就是我们所有数值的一个区间 有时候 我们你看 在这个地方 根本就不要 不要移到最右边去嘛 好 所以这个时候呢 这个时候 我们可能会去 手动来去调整 手动来去调整 那等一下再去看怎么样去调整这些东西 可是重点是 这个数值是不是去做一个设定 那你也可以建立一个新的parameter 建立新的parameter 才能去调整这些 好了 不过 我们只先动这个100 然后点选 OK 你有没有发现 你有没有发现 他这边他右边还是帮我继续算 所以呢 他就切成 比如说0到100 0到100 好 然后接下来第二个是不是有看到吗 就是101到200 总共有1189个 好 依此类推 所以 这是第一个很简单 那个病的修改 这你必须要归 那我们再来去做更进一步的去修改 例如说 我根本就不要去算这个部分 因为太多那个例外 好 例外哦 超过两个标准差以外的话 其实我们都会把它折叠起来 变成一个合计 好 所以我们现在来去看一下修改这个病哦 修改这个病 修改这个病 我建议各位 我们可以用create a new 参数 建立它 一个新的参数 好 例如说这个名称 我们就叫1 就是我刻意 刻意 刻意 建立一个 sales病 的 parameter 1 然后接下来呢 我还是一样 current 用100 然后接下来 这边是不是看到最小值 最大值 然后接下来 然后接下来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 来去调整一下了 假设我的最小值在这个地方 然后最大值 然后最大值 好 我们去设定 设定 step size 我们可以去调整 这应该是 这边应该是 他把那个值全部都加总起来 所算出来的 算的是什么 次数 这个cnt 就是count c-o-u-n-t 好 所以这边我应该要先修改一下 不然的话 等一下会看起来怪怪的 所以我们先把这个值 不是计算次数 有看到 是加总 否则的话 那个bin 设起来就会很奇怪了 这边是不是就是 加总的那个总值 就是 0到100 有出现多少 然后101到 200 总共出现的总值是多少 好 然后接下来 重点是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好 他其实可以是忽略掉 就是我的bin 我只要计算到 例如说6000好了 6000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去修改 修改 修改我们的bin 怎么修改呢 在这里 好 然后建议 建立一个新的parameter 例如说取名叫做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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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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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個小數點後面它取4碼 所以假設我今天我最大值我只計算到6000好了 然後點選OK 最大值我只計算到6000 你有沒有發現這樣子的話 它是不是就去做了一些調整 所以它就不會呈現到 後面那個拉了很大很大的尾巴 它就幫我去計算出來說 它所產生出來的次數是多少 但我們也可以看得出來 這是呈現一個右尾 就是右邊的尾巴會拉得很長很長很長 這意思是什麼 如果就分部來說的話 我們公司的營業 公司的銷售 都是以那個單價比較低的為主 也就是說大概維持在到2000塊之內 然後接下來呢 這個金額越大的所佔的比數是越少的 這是它分佈圖的意思 所以這就是histogram很重要的一張圖 記得喔 要學會修改這個數據筒 我後來查到這個病 病翻成那個 那個餅啊 把啊 都不太好 翻成筒會比較適合 好了 那就提供給你們參考一下 我們來去畫各行政州地圖 例如說我想要知道各州的一個銷售情形 各州 因為我們在這個地方 它有一個叫做state的地理資訊 state 快速點兩下 那本來在這裡可能會有很多很多 可是它現在就是以那個 一個周圍一個點 一個周圍一個單位 那我們去畫 銷售好了 sales 當然在這個地方 以sales來去看喔 圓圈圈越大代表這一周 越大 那在這樣子的情形 我們可能可以看一些什麼事 這個 這個點是不是 紐約州很大 然後這個叫做加州也很大 就是這邊我們可以看到 兩周是很大的 可是通常這樣子來去看 我們比較不喜歡 我們最好是把面積大小也加進去 好 請你們要知道 這邊有一個很棒的功能就是 這個地方 我們不是把一個周用一個點來呈現 而是一個周用viewmap 這是什麼意思啊 這是什麼意思呢 這個意思是指說 它會直接把一個點去畫滿 畫滿 那可是這個時候呢 這個 這個 點 已經畫滿了嘛 那我們建議是把 剛剛的加總不是用大小 大小它就直接呈現那個值 建議把它用顏色 用顏色來呈現 用顏色喔 這個顏色代表什麼意思 我們公司的主要的銷售喔 主要銷售好像以東北 南部 東北是以紐約州 南部是以 Tesos應該是德州 然後加州 還有左上角這個是 維新 華盛頓州 華盛頓州在這邊啊 華盛頓第一次我去 然後我記得華盛頓都不是在這邊 華盛頓是特區耶 好不管了 反正我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看Sales的時候 你有沒有發現它就是 它就是用類似這樣的顏色 我現在我要換 我要換一種喔 我要換這一種 Profit 來去顯示顏色 喔這個 這個地方喔 你有沒有發現 剛剛用Sales它用 單一顏色系 可是如果我現在用 貨利 Profit 它用什麼 它用兩色系 兩個色系來去做呈現 為什麼 這個觀念各位一定要懂 以免你到時候做出來那個視覺化 的一個報表 你也不知道你自己在做什麼 讓別人更看不懂了 好我們現在來看一下喔 就是說 剛剛我以銷售來去看嘛 剛剛我以銷售來去看 這個銷售地圖 它因為沒有負值 它因為沒有負值 它只有一邊的數值 就是比零大的數值 所以呢 它這邊用單一顏色 譬如說 淺藍到深藍 來去描述 因為 它的數值沒有零 就是 只有比零大的值 只有一邊的值 可是那個Profit呢 Profit 它有零以外 零以下的 有零以上的值 所以在這個地方 它就用兩種顏色色系來去表達 所以這個視覺化的技術 真的要請各位 在這個地方了解 好 當然 你要是不喜歡這個顏色 是可以修改的 你如果不喜歡這個顏色 是絕對可以修改 而且 在這個地方 10.0就比9.0多了很多 這個顏色 顏色的呈現 可是你會發現一件事喔 您告訴我選擇的顏色 盡可能的 不要選 單一顏色的改變 不要選 單一顏色的改變 好 要選那個 兩種以上的顏色的改變 好 提供給你們參考囉 因為這個 Profit 它有牽著到負數 所以在這個地方 剛剛講了 銷售比較大的 像 紐約州 還有像 德州 還有加州 很高 可是 在獲利這部分 紐約州的獲利高 但是 加州獲利也高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 這個德州 它的顏色是 複的顏色 而且複的顏色還是蠻深的 所以 這個時候是不是 德州 德州 例如說 負責該區 應該是南區的經理 我們是不是應該要請他來喝咖啡 聊聊發生什麼事呢 對不對 如果我是老闆的話 當然 我要去 因為了解事情 所以 我應該 要 要 看到這樣的情形 然後我就要去找他來去聊聊天 然後 知道問題所在 因為理論上 他應該要很清楚 這邊發生了什麼事情 那請問你 台灣可不可以做到這樣子呢 當然可以 好 請參考我的 那個台灣地圖 我好像是介紹 國中 國中樹 國中樹的一個分布 而且我好像是畫新竹地區 新竹地區 什麼國中 什麼 營養午餐 用餐人數統計 好 我把新竹地區都畫完了 好 所以提供給你們參考囉 記住這是地圖上面 10點X以後 新增出來一個 可以把區域圖畫進去 一個我覺得還蠻棒的設計 我們剛剛做到這個地方 透過表 透過一個 這個叫做 Table Calculation 我們可以計算出來它的Rank 這個Rank呢 這個Rank 它只能排整個表 好 所以我現在給你們看一下 所謂整個表的意思就是說 例如說 在這裡面我們有很多個子類別 第一名它是整個的第一名 這邊FUNS 33萬 它是整個的第一名 第二名它在哪裡呢 剛剛第一名是這個 Technology FUNS第一名 第二名在這裡 FUNS 4的 Chairs第二名 可是有時候我會希望 同一個類別排一個名 比如說我會希望這個FUNS 4 然後第一名是 第一名是Chairs 第二名是Table 第三名是Buckets 第四名是FUNISHING 所以怎麼樣去做排序呢 在這裡 因為它只能做一個表的排序 所以 教你們一招 教你們一招 就是說 假設我今天 我去排這個排序嘛 所以我把其他我不用排序的先過濾掉 例如說我就把這個分類呢 放到這個FILTER 然後接下來把這邊 是不是會看到一個 家具 好 打勾 其他兩個都不要打勾 按OK 因為我現在表格只剩這四個 只剩這個類別的這四個子類別 產品 所以它當然會去做這個排序 可是 如果你今天你是要完整呢 你要全部呢 對不起 它不能做到 我們必須要自己去寫 自己去寫RANK 好 那怎麼做呢 我先把這個FILTER拿掉 剛剛是不是寫了一個RANK 再看一下 這個RANK裡面其實很簡單 它就是RANK1 然後呢 它很單純一個Index 韓式 就這樣子而已 好 那我 把這個RANK1 RANK1 直接搬到這個Label這邊 直接搬到這個TEST 好 然後接下來呢 這個RANK1 去稍微修改一下 修改我應該要以誰為主 好我先修改它 我應該用特殊的Dimension 用什麼為主呢 我要用這一個 我要用Subcategory Subcategory 然後接下來呢 我排序的依據是制定 就是 就是我今天我不是按照 這裡面整個表來排了 我只有依照這個Subcategory 然後接下來呢 我是以銷售的金額排 然後這個值 這個值 我選擇加總 而且遞檢的方式 接下來我就按關閉囉 您看一下喔 這邊 在這個分類裡面 這個分類裡面 Furniture 它是不是有四個 四個子類別 好 第一個 Chairz是不是排第一名了 下面這個就是我做出來的名次喔 然後第二名是不是就是table 然後它只排到第四名 因為這邊四個產品嘛 然後office 這邊辦公室設備的第一名是storage 有看到喔 storage 這就提供給你們參考一下了 好 變成就是說 當你今天 當你想要排序 依照這個Subcategory 所以排序的時候呢 這個時候稍微注意一下 不是大分類裡面小分類去做排序 就必須要自己寫函式了 好 所以給你們參考一下囉 所以新增欄位還是蠻重要的 因為我們現在要介紹那個分群 分群的概念 為什麼要有這個分群呢 分群是什麼意思 這邊分群應該是一個新的主題 希望各位好好的去理解 因為 之前我們可能都是在做一個資料裡面的分析 後來我們會希望就是說 有一些我們不曉得的一個狀態 但是呢 我們可以從已知 已知的一個情形分成 例如說兩種不同的情形 例如說 假設我今天我把那個病人跟正常人 分成兩個不同的群 重點是這一條線就是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在這條線的左邊 它就是一群的人 例如說假設是正常的人 然後呢 在這條線 右邊的 它就是另外一群人 是什麼呢 可能是病人 好 那如果說我們今天 我們這些點的話 是因為我們給它一些特徵 把這個人的一些相關特徵收集起來 然後透過一個演算法 算出它在這條線的左邊還是右邊 如果是在左邊我就說它是正常 然後在右邊我們就說它是一個病人 那這樣子這個用法我們叫做分群 那稍微注意一下 分群它其實在數據分析裡面 我們是把它歸不是歸在統計 但事實上各位應該要知道 其實機器學習 數據挖掘 模式識別 圖像分析 或者是我比較專長的生物訊息 全部其實都應該歸類是屬於統計 統計這個領域 再去劃分出來的 那我覺得現在我們就是 如何去收集一些特徵 然後把這些特徵來去做分群 然後分好群之後 再訓練它的過程 得到一些經驗 得到一些我們知道的行為 這就是分群的一個重點 那當然未來的應用 就是假設這一個病人 例如說好了我們講說 判斷說它需不需要不用高血壓藥 那如果說它的低血壓高過於 例如說90 高血壓也高過於140 然後接下來例如說它的心跳大於 例如說100 OK它可能就被歸在這個部分 那相對你要去收集 那個每一個人 每一個人 它的這個三個資料當作是特徵 來去做一個基本的分類 所以呢我們在這邊舉一個簡單的例子 就是最有名的 只要講到分群一定都是使用IRIS的資料 所以IRIS的資料我給各位看一下 好所以可能在用Google搜尋的時候 我們就輸入IRIS 然後DATA Download 當然啦除了IRIS的資料 鐵達尼的資料 這都是大家耳熟能詳的 反正只要做資料分群 通通都是在講它 就好像那個圖像分析的時候 一定都是Linda那張圖像 來去做那個影像識別 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UCI的Machine Learning Repository 然後接下來呢 這個資料這邊Download Data Folder 所以點它 可是在Download的時候 這個就是資料了 IRIS.data 其實我也是下載這個資料給你們的 怎麼下載 滑鼠右鍵 然後這邊有一個這個 另存連結為 反正就是把它下載下來 所以我就把這個文字檔給你們 那接下來我覺得還有一件事情 我們可能要知道它的一個內容到底是什麼 它有五個類的 它有五個基本的特徵 它這裡面就是基本的只有五個特徵 它這裡面就是基本的只有五個特徵 第一個 sepal the length 花二的長度 第二個 花二的寬度 到底什麼是花二 我們來看一下圖 五樓才會知道 哦原來它收集特徵 就是以收集花二的寬度跟高度 長度跟寬度 還有呢 另外一個Petal Petal就是花瓣 花瓣 我們還是給你看這張圖好了 通常它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它其實就會告訴你了 這是花瓣 這整個花瓣 這花瓣的長度 然後寬度 再來花二是什麼呢 花二是這裡面 花二是這個 花蕊那個裡面的東西 我們一般好像叫做花蕊那個東西 好我們還是看一下那個Google的搜尋好了 比如說Iris的圖片 看一下哦 這個是Petal 這個是那個花裡面那個更細更小的這個 這個叫做Petal 然後呢 這是一個大片的那個花瓣 叫做Saple 好 所以這兩個單字哦 請你們稍微知道一下 Saple就是花瓣 然後呢 這個Petal是花二 好 記住囉 好那請問一下 Saple的Length 一定大於Petal的Length 對吧 記住哦 花瓣 花瓣的長度 絕對會比花二的長度來的長 而且長很多 Saple是花瓣 好那接下來呢 我們 首先打開我們的Table 然後接下來呢 因為在這個Table裡面 我們要把那個Iris的Data 調進來 然後去進行一個分群的分析 所以接下來呢 我們就直接 因為我給各位的應該是一個文字檔 所以點選這個Test File 請點Test File 然後接下來呢 請找你們自己的資料夾 應該可以找到一個就是Iris的Data 有沒有一個Iris.Data 我是打開全部的資料 我才看得到這Iris這個檔案 點它 然後Open 那打開之後呢 請稍微注意一下 因為這是我們從網路上抓下來的資料 包含 例如說 衛福部 所提供的資料 都是從網路上抓下來的 所以這個時候呢 它會多進行一件事情 叫做 Use Data Interpreter Interpreter 就是翻譯 翻譯人員 翻譯人員 那這邊是不是使用資料的翻譯 它就會把一些 例如說 UTF Dash 8的資料 再去做一個編碼的一個轉換 可是 有時候會產生凸材的情況 所以您可以打勾 打勾 它會這邊 如果出現一些什麼狀況的話 再去看一下 像這個地方 我們其實是不用去做這個翻譯 所以在這個地方 我們不打勾 因為打勾 也沒有產生任何的一個改變 好 接下來呢 我們現在去觀看一下 針對這些欄位 我們必須要去修改欄名 修改欄名 各位您看一下 這一個 5.1 這個5.1 3.5 這 跟另外F53 這一欄 1.4跟0.2 所以大概您可以判斷一下 這是什麼 這是花瓣 F1應該是花瓣的長度 好 所以我們先學一下如何 因為我覺得你叫F1 F2 F3 F4 F5這樣不好 所以改一個名字 怎麼修改 所以滑鼠右鍵點選F1 然後請點這邊有一個rename 請改成saple 或者是為了等一下我的講解 所以我就變成花瓣的長度 所以花瓣長 然後F2就變成花瓣寬 F3就變成什麼呢 這邊rename 變成花瓣的長 F4就變成花瓣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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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以分成這五個欄位 一個是花瓣長 花瓣寬 然後花瓣的長 花瓣寬 以及類別 五個類別 分好囉 然後接下來我們就要去畫圖了 首先我們來去看一下我們既有的特徵資料就是花瓣的長度跟寬度嘛 所以我們來去畫這個散步圖 所以花瓣的長度快速點兩下 花瓣的寬度快速點兩下 然後接下來呢 我們不是要算那個總數的一個加總 所以呢在這個地方 所以在這邊怎麼做 請把這個分析底下的 aggregation measures 關掉 它就變成一大堆的點了 您覺得你看 所有的資料是不是都聚集在一起 這樣子的話 適不適合做分群 不適合 因為它就感覺假如它就變一群了嘛 所以 花瓣的長度跟寬度 可能比較不太適合做 那我們 來去複製它 複製這張工作表 duplicate 好 變成sheet2 然後請把花瓣的長度寬度改掉 改成什麼 改成花瓣的長度跟寬度 所以呢 我們先把這個花瓣長度寬度先拉走 然後改拉花瓣的長度跟寬度 就是我們先看一下它的資料裡面 感覺喔 現在你的感覺是怎麼樣 好像至少還有分成兩個嘛 分成上面的下面的 所以 花瓣呢 花瓣比較短的 它比較可以去做分群 因為能不能做好的一個分群 選擇特徵是很重要的依據 然後接下來呢 接下來 建議各位 做圖的時候 我們就做大一點嘛 所以 還有 這都是圓圈圈 建議各位 形狀把它改成實體的 就是 就是 實心的 這樣比較好看 好 我們先做什麼分群 分群 我們先按照 按照什麼 分類來去做分群 所以這邊是不是有看到類別 類別 請把類別搬到顏色 這就是最基本的分群 可是這是椅子 這是標準答案 就是 我把每一個點 我都知道它是什麼 像譬如說 這邊看到它是Iris Cytosa 這全部都是Iris Cytosa 這邊全部都分對 這邊呢 這邊全部都是Iris Iris Versicolor 可是在這個地方 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我們用分群的方式 像例如說 它這邊 它所用的分群方式 絕對是用K-means 因為K-means 是一般我們最常使用的方式 K-means 它就是在這邊畫一條線 然後這邊畫一條線 然後去做分群 所以在這個地方 在這個地方 你會發現說 這邊都已經有三個紅色點了 這個點怎麼可能會變成是綠色 在分群的角度來看 它是不可能存在的 所以我只是要告訴各位 因為分群啊 分群如果使用的一個方法好與不好 像剛剛就好是用這個方式 這樣子轉過來 然後再切到這個地方 再轉過來到這個地方 再轉到這裡 畫出這一條線 我再重新畫一次喔 這一看就知道它不是直線 因為K-means畫出來是直線喔 你看 如果我要很好的分群 是不是在這個地方要有一條 我游標這樣子的走法的線 好 這樣子畫 好 那這一條是曲線嘛 好 這邊一定要特別強調講一下 這個VCM的方法 是由我們台大一位教授所寫出來的 好 它這個方法呢 在我們生物特徵 或是在很多地方都被廣為使用 所以到時候如果說你要做分群的話 也可以使用VCM這個方式來去做寫程式 你就必須要寫程式 特別有跟那個VCM的方法來去寫 畢竟那位台大教授是我們台灣人 他不是美國人 所以請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那我們在這個地方呢 我們做好分類 所以我們先把這邊用類別做的分群打在這個地方 所以輸入類別 好 我們建立了第一張資料表了 而且標準的答案在這裡 我們接下來呢 我們透過什麼方式來去做一個分群 他這裡面的K-means來去做分群 我們來看看怎麼做 所以接下來呢 新增一張工作表 在這工作表裡面呢 我一定也是選花瓣的長度跟花瓣的寬度嘛 然後接下來我們分析的方式透過什麼方式 不要做aggregate measures 然後一樣把這個點 這個點呢改成時心 時心的方式 剛剛那是因為我把類別拉進來到原色 這代表是什麼 是標準答案 可是現在我們來看看 我要做分群啊 怎麼做分群呢 在這個地方 是不是有看到一個分析 這個分析工具 底下是不是有分群 直接按住這個分群 按住這個分群 這邊是不是有一個小小的 小小的這個區域範圍 要搬到這裡面 但是其實你搬到這邊也可以 反正就是 你在這邊你點他 也可以 點兩下也可以 反正重點就是 這邊隨便你怎麼做 因為一剛開始出現的時候 他真的要搬到這個地方 後來呢翻到這裡也可以 或者是你從原本那個cluster 快速點兩下都可以 反正都是出現他 好 這是第一次分群 請問分群可以分幾次 你高興就好 沒有限制 只要你電腦沒有當機 然後接下來呢 我要分成幾群 因為我這裡面的資料只有兩種資料 花二的長度跟寬度 好 所以這邊變數只有這兩種 請問一下 我們今天的變數可以設三種嗎 可以 但是請記住喔 當你的資料量很多的時候 三種四種 因為像我剛介紹高血壓 其實有時候我們還要考量到那個 賣國跳動 所以舒張壓收縮壓 還有賣國 這樣就變三個variable 這變數就有三項 好 接下來就是Number of clusters 就是你要分幾群 例如說我想要分成 在這邊一看就知道是三群 因為這邊 什麼 Setosha Versi Color 然後還有一個什麼 忘記了 反正就是有三種類 所以在這個地方我就分成三群 然後接下來 我就直接點關掉 這樣乍看之下 它是一種顏色 代表一群 這個也是一種顏色 代表一群 這邊也是一種顏色 代表一群 好所以這邊呢 我們就直接快速點兩下 寫什麼 分群 這張資料表 這張工作表 我們就叫分群 好了 那我現在我有什麼 我有類別 我有分群 我兩張可比較的表格了 請問一下 你會不會想要算出來正確率 當然會 喜論文一定要正確率多少啊 或者是錯誤率是多少啊 或者是 我應該要分成是這一群的 結果把它分成別群 或者是 或者是 我應該是別群的把它分到這一群 我們會去算 行一的錯誤還有行二的錯誤 然後這兩個錯誤還不能太高 反正這都是統計 如果說 可以的話 可能 最好 就好再拿回來去算算看 或者是 把這些東西全部都算完 那我現在我只教正確率的算法 什麼叫正確率 您看一下喔 分類 分類裡面 這一個是什麼 這一個應該是 這一群嘛 對不對 這個點 應該是跟他分在一起 那來看分群 他把這一個點 這個點 歸在這一群 這就代表錯啦 分錯群 所以我們會不會想要知道說 分對群有多少 分錯群有多少 那你不能一個一個指出來給別人看嗎 你指得出來嗎 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透過另外一種視覺化效果呈現 這就必須要去思考一下囉 首先我們怎麼做呢 我們是不是有三群 所以這三群啊 先把名稱寫出來 舉例來說 因為這三群我也記不住 所以建議各位自己寫 我們來看一下喔 這三群分別是哪三群呢 我的講義 我應該寫在講義裡面 可是不好意思 我沒有寫第28頁 好 那我們在這邊寫一下好了 我們有三群嘛 所以請看類別 下面的這個是什麼 下面這一個是IRIS 不要寫錯字囉 大寫的I 然後RIS 然後 DASH 不要寫錯字 等一下連打錯字都不能打錯字 好 我們因為要去算正確綠碼 主要就是去比兩者之間的義同 然後IRIS DASH SETOSA 接下來 中間 中間這個部分是IRIS DASH 的 VERSICADA 上面呢 最上面是IRIS DASH VERSICADA 好 寫好了嗎 這三個 那也就是說 這三個字注意大小寫喔 都不可以拼錯喔 都不可以拼錯 好那我們到分群這邊 我們剛剛在這個地方 是不是有一個分群 這個分群呢 直接 直接 按住它 搬進來 搬到 各位 搬到這個DATA這邊 搬到DATA這裡 不是搬到分群裡面喔 分群有這些功能 好 那 直接點回來DATA 然後把這個分群 注意我們現在在哪張工作表 不是類別 是 分群 這張工作表裡面 是不是才會有這個 CLUSTER1 然後按住它 搬到 搬到 維度這邊 然後它會叫什麼 花二長 and 花二寬 瓜糊 CLUSTER 好 是不是多了這一個 多了這一個 多了這一個 接下來呢 我要去編輯 編輯我這裡面這個群1 這個群1應該就是我們的 Iris CETOSA 這個群2 CLUSTER2應該就是我們的 Iris Versicolor 這個群3呢 群3應該就是我們的 什麼 Iris Versicolor Versicolor 好 所以我們去修改一下 我們的群1 群2 群3 怎麼修改呢 滑鼠右鍵點它 滑鼠右鍵點它 然後這邊有一個叫做 Edit group 編輯群組 編輯群組 本來它是不是叫 CLUSTER1 CLUSTER2 CLUSTER3 好 因為等一下我要比較 我要比 跟類別比 所以我必須要把這個群1改成跟類別相同的名字 所以呢 這個 修改一下名字 注意大小姐不要打錯囉 所以這個應該叫做 Iris 這都在考驗我們的一個細心程度 不要打錯字了 SETOSA 然後群2 Rename 它叫做 大寫的 I Ris Dash Versicolor 群3 Rename 它叫做 Iris Dash Versicolor Versicolor 群3 Rename Rename 所以你現在有不要再移過去這個分群這邊 移過去分群這邊 您會發現一件事情 它是不是還是叫什麼 還是 這個 CLUSTER1 CLUSTER2 CLUSTER3 對不對 可是事實上已經被修改了 被修改了 可以嗎 已經被修改了 好 那我們接下來呢 我們要去 新增加一個 就是 正確與否的 比較 就是說 我們要去判斷它是 對的還是錯的 的比較 所以 我們要去新增欄位囉 所以怎麼新增欄位 滑鼠右鍵點這個 為什麼點這個 等一下我們可以少打一些字 滑鼠右鍵點它 然後 然後接下來在這個地方 在這個地方 我們直接 直接去做一個 這個 新增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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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eate 然後 calculate file 就新增一個欄位 就是判斷 判斷 判斷它到底分對分錯 那是不是就判斷說 這個 判斷 所以我就直接寫判斷好了 判斷分群是不是分對還是分錯 所以 在這個地方 是不是已經有這個欄位了 然後 如何判斷 判斷就是要去做一個 就是 例如說 用相等 是否相等 所以 我們就直接在這個地方 輸入兩個等於 記住 是 兩個等於 不是一個等於 好 所以 輸入兩個等於 然後把類別搬進來 好了 就這樣子而已 就是 等一下 它就會判斷出來 是 或者是否 是有多少的 否有多少的 OK 好 所以再看一下 怎麼做 很簡單 我們新增加一個欄位 這個欄位呢 來去做一個 判斷 它是否分對群或分錯群 OK 所以 這邊是不是多增加了一個 叫做 判斷分群 好 所以呢 我們在這個地方 在這個地方 我們 用判斷分群來 就畫一張圖 畫一張直條圖 好 那怎麼畫 所以 點選 加 工作表 然後呢 直接把判斷分群 快速點兩下 這裡面不就是只有 是 或者是否 就是 就是true跟false 所以點選什麼 點選這個 紀錄數 喔喔 我剛剛有打錯字耶 才會出現這種情形 這代表說什麼 true有98 然後fals fals 有52 代表我有打錯字 好 我看我是哪一個字打錯 我先快速看一下我到底是哪一個打錯 好 好 好了 好 不 我 不 不 不 人 我是Virginica打錯字 好 我来去再重新修改一下 这个地方打错了 这个打错字 好 再看一下 你们做出来应该是大概140多跟6比吧 144跟6比 我再确认一下 这个SETOSA没有错 然后这边是VERSICOLOR 是VIR 我打到VER 好 修改一下 这个应该是VIR 好 我打错字了 VIR Virginica OK 好 那我们现在就来观看一下 我们来画一张 好 我们新增加一张工作表 然后来判断分群是否正确的直条图 所以快速点两下判断正确 再加上我们这边是不是有一个资料的记录 这边 Number of records 快速点两下 我们这边是不是会看到 正确有多少 144 错误有多少 有60 有吗 好 有看到这张图 可是通常我们不太喜欢给别人看表 我们希望给别人看的是什么 看的是图 所以我刚刚只是把那个 因为我会希望给人家呈现说错误是发生在哪几笔 这件事 所以我把它改成直条图 直条图 建议各位是用直的方式来去呈现 所以大部分都分对了 144笔是分对的 然后6笔是分错的 所以这是判断分群是否正确 好 判断分群是否正确完毕之后 我们要用仪表板来说话 而且我们通常关注的重点应该是分错群 所以我们这个仪表板就先把 判断分群是否正确这张工作表先放进来 那 建议各位 还是先设一下 就是我们的size 我们使用的是自动 自动 然后 接下来这是第一张 判断是否正确 接下来第二张 第二张的话就是我们分群 我们先呈现那个标准答案好了 类别 这是分类 这是标准的答案 接下来还有我的分群放在右下角 对不起我先把这个先移掉 好 这边我们大致上 大致上呢 可以 发现有这三张图 通常这张直条图啊 我们未必要放这么大 我们只是要 刻意要去看哪六个点是分错的 所以把它稍微拉到左边一点 好 各位我们 全部资料都放在一起 那你会说颜色上面能不能稍微修饰变成正确的颜色 这当然都是可以的 就像例如说这个我们都以标准答案为主 标准答案为主 所以呢下面这个蓝色我就要改成这个黄色 好所以去分群这边 把这个蓝色蓝色的颜色编辑一下 编辑 好所以呢 嗯 分群1应该是什么颜色 黄色嘛 好应该是这个颜色 所以把它颜色点成黄色 那分群2 分群2还记得是什么颜色吗 好 如果我们都是贵人 没关系 我们去看一下 类别 好是红色 这个群3应该是 绿色 好那我们到这个地方 再来稍微修改一下 所以呢 分群2应该是这个颜色 分群3应该是 这个颜色 那没有分群无所谓 先不管 好那这时候我们去看我们的 dashboard 颜色是不是就 都对到 都对到 可是你千万不要让别人去看说 这个点跟这个点是不同的点 对不对 好 好我们希望说点它就出现哪六个点 所以呢 所以 最好的做法 我个人比较喜欢的做法是 设 设成什么 高亮的方式 因为 当我今天把它设成什么 过滤 用 过滤 我点它 它会出现六个点 它会出现六个点 那另外一个点在什么地方 其实 你这样的话 你会发现这两个点是一样的 就是一起分错群 可是 你那个整个的视野 是不是就整个跑掉了 所以我建议不要用 filter 而应该用另外一种 所以我们把dashboard改一下 改成什么呢 改action 这个先把它移除掉 增加一个 以判断分群为主的 highline 然后直接点选 ok 好 你们看一下 这边我们是不是点 错误 那这边是没有出现的 为什么 因为没把那个判断分群 放到类别这边 所以再把判断分群放进来 然后也把判断分群放到这个地方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去看一下 它就会告诉我说 这个六个错误 这个六个错误 它发生在这个地方 一个点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这时候我们就要去思考一下了 为什么会是这样子 对不对 其实 真的 它在这个地方 就是 这两个品种 针对花二的宽度跟高度 有一些会产生什么 会产生很相似 无法做分群 可能因为物种的杂交 所以 所以 所以变成什么了 变成 就是说 那个花二的长度 宽度 会比较接近 当然 这个时候也许 我们可以 再换别种很多种思考的逻辑 但是前提是 我们会搭配一个可行的一个生物 生物的一个概念 然后放进去 你不能天马行空 只是为了说 我要产生出一个很漂亮的曲线 来去思考 因为我本来 我最早的想法是这样 这个想法是不对的 因为 如果我们 可能我从 例如说 遗传的角度来去看 还是从 例如说 疾病的角度 让那个花二 长度 宽度 改变 或者是因为 环境的改变 这都是可以去思考的 可是以前 我的想法会停留在 我就只要想办法画出这条曲线 让这两群分开 所以 所以 我只是要告诉各位 这样子的想法其实是不对的 那再过来 分群怎么应用 这非常的重要 好 我有了这样子一个分群 如果说 今天我知道了 如果 它的花二的长度 然后呢 长度大概是 2 大概1.8 大概是1.8 然后 宽度大概是0.3 我就知道说 它是这个 Satosa Iris Satosa 这一群 那如果我今天 我去野外 我去野外 我就去做那个 调查说 发现了 这个Iris 然后去量它的花二的长度 宽度 我就知道说 它就是 那个长度呢 它是1.5 1.5 那我可能就猜 光看1.5 花二长度1.5 就大概知道 它应该是 Satosa 好 那知道这件事有什么好处呢 其实尤其是在那个疾病这边呢 我们一刚开始 就是 会有一些人 他可能 没办法很清楚的描述 他的身体状况特征的改变 这个时候呢 也许 也许我们可以多询问几个 适合的一个因子 来去搭配得到正确的结果 这是分群的一个应用 希望说 你们可以用在 用在我们的一个 比如说输入食品检验上面 这应该都还是一个不错的一个行为模式 的一个使用方法 那我大概分群就先介绍到这个地方 那我们还是一样使用这个销售统计 2017-09-19上次做的这个范例 只是我们开一张新的工作表 来请点这个新的工作表 我们来介绍一下什么叫做预测 预测在我们讲义应该是第29页 其实资料科学家将来在台湾的地位 会非常高 而且会越来越高 您看他可以让川普选上总统 他做了很多很多的资料分析 然后资料科学家将来的收入 他们绝对会超过于 例如说医生律师 所以好好的去把这相关的资料做好 那我们现在先来观看一下 什么叫做预测 为什么说资料科学家将来越来越重要 因为他其实不是真正具有预测能力 而是他因收集好了相关的资料 把之前的相关资料收集起来 收集好之后呢 然后藉由过往的知识 过往的这些资料 然后得到一些行为模式 然后把或者是经验 然后把这些行为模式跟知识 把它记录起来去做知识管理 然后接下来训练好得到这些知识之后 供未来各期的参考 您看一下 假如说今天我知道各期得到的一个销售的金额 那当然在这个地方要特别请大家注意 这个各期一定要是指一个连续的资料 举例来说什么叫连续资料 在我们既有的维度里面 日期它就是属于连续资料 例如说1月1号变到1月2号变到1月3号 这是连续的 那如果说你讲地区 比如说中国、美国、日本 这是 这不能算是连续资料的 好,一定要是在一个连续资料的状态 然后接下来它可以去 例如说我现在是希望预测 预测未来及其他的一个销售额 所以我们必须经由过往连续的时间 然后每一个时间点的销售额的资料 通通都要知道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现在去观看一下 怎么样去做到这件事 首先 因为我想要知道各期的资料 那各期的销售资料 所以接下来我就用 Order里面的Order Date 然后快点两下Order Date 它会放在蓝的位置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可以呈现销售额 快点两下销售额 这个资料 2013年的销售 2014年的销售 2015年的销售额 2016年的销售额 这也算是一个连续资料的呈现 但是我们分析的时候 如果您只是拿四期资料来去预测 可能会不准 最好是拿更多期的资料 那刚好在这边我们有季的资料 就是2013年四季的资料我们也有 然后呢甚至各月的资料都有 好所以我们用月来去做推估 那当然预测的一个情形也是以月为主 所以这边麻烦请点 从年点到季 季再点到月 接下来哦 在这个地方展现连续资料形态 最适合的是哪一种图 当然是折线图咯 您看哪一种图具有连续性 没有嘛 就只有 其实还有这种 这种堆叠 堆叠区域图 但是我觉得用折线图来去呈现会比较适合 那如果说今天你们就要去思考一下咯 我们现在教预测 那如果我今天我想要去预测的是 例如说大乐透的六个数字 对不对 那它的连续资料是什么 所以这都是需要我们来去好好思考的 那我们现在去观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 我们画好了这张折线图 这张折线图如果我们来讲那个趋势 趋势大概我们可以画出来这个往上的趋势 可是刚刚为什么我是用月呢 如果说我今天用年的话 它也会有看到这样的趋势 可是会觉得它的一个什么 它的正确性 它的正确性是比较备受质疑的 为什么呢 其实我们有一个统计的数值就是R2 R2这个值 就是假设我们今天用一个趋势线 滑鼠右键趋势线 秀这个趋势线 这边其实R2在讲什么呢 它就是在讲说这值之间的差异 你看嘛 虽然我这一期我估出来的值是这个 跟真正的蓝色这边所呈现的值还蛮接近的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下一期的时候 它是不是就产生某种程度的错误 那当然好像回归到是这条线 没错 这是趋势线 那它的差异我们就是用R2来去做一个叙述 预测嘛 我们刚刚在这个地方看到这条趋势线 这个趋势线存在很大的差异 这是各位可能要先知道的 所以我们会有一个R2来去描述 如果说R2在例如说多少以内的话 我们会觉得这个趋势是服从的 是可以相信的 可是相对的相对的 这条只能当作是一个参考 决定来说 假设我想要去算2016年的3月 你有没有发现其实蛮接近的 可是2016年的2月 你有没有发现差异好大 这就是把这些值全部跟这条线来去算得到的那个R2 发现它存在一个 如果越接近1的话 它其实是一个比例值 越接近1代表越接近这条趋势线 那可是不管怎么样 这个值算出来 它就是一个就是由左下到右上的这个值 可是如果说我们今天用这个值来当作是预测的结果 我会觉得很不精确 你看这边存在很多的不精确 不精确的值是非常大的 而且这一差 例如说这个值跟它之间的差别 就是75000 这个是多少 这个是大概42000 43000 你看差了30000 这边就存在那个不正确性 所以我们不希望是用这种趋势线来去呈现那个值 我们会希望存在的那个值呢 是一个所谓的会上上下下来去做预测的值 怎么做这件事 很简单 我们就直接用分析 分析这边有full case full full就是前面 case case 是事件 前面 你就先知道的这件事 那就是预测 还有就是full scene 也都是预示 预见 预先 看见 就是预测 好 快速点了一下 做完了 这个 问题是哦 我看了很多的软体 他这套软体很棒的地方还可以直接告诉你这个值 所以你看刚刚只是点选分析工具 analytics 然后focus 快速点了一下 你看是不是就做出来了 好我要继续我们来观看一下哦 这个趋势下我们先来去做一个简单的比较您看一下哦 这样子的一个线条出现的那个错误是很大的 你看他趋势的话 这边预示 预测 这个值跟这个值光两者之间趋势线跟什么预测就存在很大的差异 趋势线是这条灰色线跟什么 跟所谓的这个预测这个值本质又差很大 可是我会觉得说我比较倾向相信这个预测的值 例如说好了他这边是说 经由2013到2016这48个月的资料呢 他觉得说在2016年的12月啊 2016年的12月 他是很高的 1月呢你有没有看到1月 2017年的1月是很低的 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呢 您看一下哦 历年一刚开春的前几个月 其实是相对整年来说 他都是低的 您看一下哦 1月2月3月 他都是属于低的 低于这个趋势线 你看这边是1月2月3月 他都低于这个趋势线 所以你看他在这边是不是也分析出来说 2017年的1月2月3月 其实都在这个趋势线之下 所以我会觉得说 他好像真的有去依照前面的一些经验把则 也就是说从前面所得到的一些行为模式来去评估后面的结果 这样子的一个这样子一个变化呢 绝对会比这条线来的好 绝对会比这条趋势线来的好 所以趋势线我觉得至少至少你可以看到说 哦他是从左下往右上来去伸 而且呢这个浴室他会经由前面前面的一个资料来去做一个推敲 好了那我们可能要更精确的去了解他是怎么算的 还有第一个我们要先知道这个值 您看一下2016年的12月 2016年的12月大概多少 大概是10万 您大概记一下这个10万哦 您大概记一下这个2016年12月 2016年11月是12万 然后呢2016年12月大概是10万 大概记一下这个值 然后接下来到1月的时候哇直接降了一半 大概变成5万 大概知道这样子一个关系结果 我们来去观看一件事情 就是说他提供了这些数值 当然仅供参考 但总比你没有任何数值来的好 举例来说你有了前面20年的一个输入食品的资料 好那你可能就会去就是主管同位请你去预测一下 那你觉得明年会是多少 因为例如说好了我们讲登革热好了 从1988年的1998年到2017年这20年的资料 然后呢我们是不是可以从中去收集起来 然后去预测未来这一年可能的登革热病例数有多少 如果我们预测出来是10万跟预测出来是1000 哇那这边所编列的一些防治费用吗 可能都会有很大的差异 好所以我只是要告诉你这一个观念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预测的选项 滑鼠右键点选 这都是预测出来的数值 滑鼠右键点它你随便点任何一个点都可以 然后点选focus 这第二个 focus options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观看一下 这边focus options 然后有看到 automatic next 13 months 这是什么意思呢 为什么是13个月 其实我们的所有的资料呢 所有的资料 它总共有48起 可是它刻意把最后一个月的资料隐藏起来 好就是说它不算最后一个月的资料 因为通常有时候我们最后那一个月没有拿到完整的一个月 所以呢 接下来通常我们在这个地方它要去预估嘛 那预估通常如果说我们今天够多的话 它会以年为单位 就是12 12再加上它刚刚刻意隐藏的一起 所以变13 这个概念 我也希望你们大概了解一下 为什么是13 当然 如果您不喜欢这个数值 我也可以用什么 我也可以自己去设定 例如说 我只希望它预测6期就好 或3期就好 随便你 因为您应该要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预测 预测 例如说预测下个月的登革日 会发生几个病例 跟预测3 3年后登革日的发病数会有几例 那个精确度是不是您所能掌控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这个几期就变得很重要了 越近的 例如说我只要预测3期 这可能精确度会比较高 那3期之后的精确度 可能就会慢慢失增 假设我们今天希望预测 以月为单位 然后 6个月好了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是不是可以 应该说7个月了 我们是不是可以去调整 所以您可以把那个预测的长度去做一个调整 在这个地方 你就可以发现 这样子看到 它是一个 变成6期的一个情形 那你也可以发现1月2月3月 然后4月5月6月 好 基本上它都是 虽然有逐步的往上提高 但是有没有发现 有没有发现它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虽然是往上提升 但是它这条趋势线有看到吗 好 这条针对这个7期算出来的预测 它是从高排到低 为什么呢 因为第一期太高了 趋势线有这个缺点 如果你选择的那个区间不对 好 你可能会看到一些比较错误的情形 比如说我从那个1月看到12月 这是由低排到高 那如果你从10月看到隔年9月 你会看到往下降 好 所以趋势线有这个缺点 要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所以呢 还是要用预示会比较好 那接下来 除了这个预测的长度 还有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agreed gain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季节性 聚集的性质 例如说有时候卖冰的话 是不是会有集中在夏季 例如说6 7 8 9 10 好 生意很好 那如果是2月3月呢 那当然生意就会很不好 所以会不会有这个季节性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其实我们可以去调整 看看有没有这种季节性 好 所以这边是提供给你们参考的 那我们这边我们暂时先不做设定 然后 接下来呢 接下来这边还有其他的几种模型 你可以自己去设定 你可以去做设定 例如说 自动 但是没有季节性 自动 没有季节性 那如果我们是设成这样子的话 你看根本就是一条平线了 有看到吗 这是他预测出来的 但是我们的资料应该是有季节性 有季节性 提供给你们参考了 然后接下来呢 要不要显示95信赖区间 我们为什么会那么相信95信赖区间 那其实是因为我们 对于我们算出来的那个数值 还是保持一个保留的意见 因为他毕竟不是真实的值 所以到 所以相对的我们会去看一个范围 像这个地方 觉得只要落在这个范围之内 都还算可以接受 毕竟 毕竟他是95信赖区间 所以值得我们相信的区间 而不是只有一个线性的关系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一般都会打勾 显示这个 预测的一个区间 是用95信赖区间 那针对刚刚的选项呢 就提供给你们参考 我刚从13期改成7期 这就是预示 再一次提醒 预示 预测 你一定要使用什么 这个连续性的资料 预测一定要使用连续性的资料 那我想预测 我们就先暂时介绍到这个地方 再补充做一件小事情好了 就是说 如果我们今天 我开一个新的资料表 我一样的做法 用刚刚的older day 去做销售 可不可以画出直条图 当然可以画出直条图 例如说我又可以把它变成什么 义耳变成季 年变成季 季变成月 这都可以 那请问一下 您觉得这种图 这种图 能不能做 因为它也是连续的资料 能不能做成那个 我刚刚的浴室 那我们就直接看答案 分析底下 快速点两下 好 看右边 好 你有没有发现 这就是它的直条图 那直条图 它这边会多一点点东西 这就是它的95信赖区间 好 12月有看到 稍微往下降一点 但是还是蛮高的 你应该记得就是 9、11、12都还蛮高的 好 再接下来呢 你有没有发现 这边1月、2月、3月 然后开始慢慢慢慢往上升 然后2017年的9月 11月、12月 你看 是不是都还蛮高 而且它还把10月 扑出来了 其实我觉得 它这样子的一个结果 应该算是很不错的结果 好 提供该文猜好 就是说 直条图照样也可以做 不是说只有折线图 但是我要 我要跟各位报告一下 10.2型的版本 不好意思 只能做折线图 好 10.3以后 可以做直条图 好 那当然 圆形图是没有这个预示 没有这个预测的一个概念 好 那我预测就先介绍到这边咯 我们接下来想要利用另外一种开放资料来跟各位继续分享这个大数据分析的视觉化工具 如何做视觉化分析 好我们看一下哦 请先打开Table 我现在说使用的是Table 10.3桌机版 那我们现在来观看一下这个Table 我们开放资料通常都是放一些像CSV或者是PXT 这边我想要跟各位分享一下 其实PXT或者是Jason这些格式呢 它都是属于文字档 所以这点要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的 那至少它不是Excel 这点要请各位在选择上面稍微注意一下 好了那我因为我给各位这个食药署的资料呢 请大家现在来做开启 所以我们要把它视为是一个叫做文字的 所以请点Testify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因为在我以我来去看这个139-2跟140-2 我记不住 就是说一个是什么 各年度输入食品中分类 中分类产品检验结果 然后另外一个是什么 输入食品检验项目检验结果 就是一个有做一些什么中分类 一个可能没有去再做食品分类 所以我建议我们先来讨论这一个好了 就是它有分类 有分类 好请点这个答案 然后点选Open 当我看到这个资料的时候呢 你们有没有觉得看到这个资料的时候怪怪的 应该会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呢 例如说这个产品中分类应该是什么 产品中分类应该是我们的那个 蓝位名称啊 可是呢 这个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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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应该是年度嘛 对不对 奇怪了 这个怎么不见了 F53 F53应该是可能是检验的 然后这边应该是一些比例之类的 好 那这些资料其实我们在卫福部食药署 应该通通都可以看到这些资料 因为它都解释得很清楚 可是呢 当我们在读入这个资料的时候 你有没有发现 蓝位名称不见了 请你们现在要点这一个 Use Data Interpreter 当点了这个 当点了这个 Use Data Interpreter之后 它其实它会进行一个清理 进行什么清理呢 我要特别提醒你一下 它会清理这个资料的解释器 那什么叫资料解释器 各位 当我们今天拿到网路资料的时候 它其实是用tag的方式来去呈现你的 例如说这边是一个p段落 它用这样的方式来去呈现 所以它会把一些tag拿掉 那这只有从网路上的资料 这边我们会出现这种情形 而且资料里面可能是放在什么 不是夜首是夜位 然后接下来放在body里面的内容 有没有空白 或者是有没有分层 分段落 全部 或者是放在表格里面 它全部都是用一个tag的方式来去编 所以这个时候这些东西全部都要清掉 怎么清掉呢 刚刚这个地方只要打一下勾 好我们来去看一下 你看本来的资料长这个样子 发现就是说 这个项目 栏位名称通通不见了 变成F1 F2 F3 F4 F5 F6 可是后来呢 当我今天打勾了以后呢 它所有的栏位名称全部都出现了 好那我们现在回来看一下 所以这边记得要打一下勾 这是网路资料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当你今天下载网路资料的时候 很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形 这不是只有Wave布食药署的开放资料 会出现这种问题 这是很多个单位都会出现这个问题 那Table从10.3这个版本 它多提供的这项功能 方便我们去做资料的tag清除 然后接下来呢 做好这件事情之后 我们是不是就有各个栏位了 请问一下 年度 这个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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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是100 代表100年 是否需要去做加总 不需要加总的话 我们是不是应该把它定义为 不是数值的资料 所以如何去做这个栏位属性的设定呢 这边现在看到是不是数值 所以请点它 切换变成什么 Stream 好 当然可不可以切换变成日期 可以的 那我们就把它设成是日期 但是您设成日期的话 刚刚是不是只有什么 100 对不对 它会变成什么 它会变成这一天 所以不要设定为这个日期 因为我们真实给它那个100 它看不懂 100是日期这件事 所以我们只能把它设为 还原一下 Ctrl加Z 还原一下 变成Stream 好 来 麻烦请改 改成Stream 那后面这几个就都是数值了 那这些我相信你们可能都会算 例如说 总共这个冷冻牛肉 好 九千零 九零八零 然后 总共这边去做一个检验502 然后呢 那检验 检验的比例就是这两个相除嘛 就是502 死分子 然后 这个9080 这个查验P数应该是什么 那个除 除数 然后检验P数应该是被除数 然后得到这个数值 那这边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不合格的一个P数这边 它呈现有46 就是502里面 还有46 是不合格的 那不合格的比例呢 又占多少 那就是 46是我们的什么 被除数 然后除数是这个 检验P数 好就可以算出这个数值了 这我想应该都没有什么问题 这基本的国小的数学 应该都可以算出来 其实我们在这个地方 可以看到这里 分类 产品的分类 可以看到FA01 FA02 好 FB FC 好 一类推 其实我们 可以 再把它的分类做出来 怎么做这个分类 例如说 假设我想要调查出来说 那个 100年 看哪一个分类呢 这边的一个不合格的比例是偏高的 然后101年 它有没有下降什么之类的 去做这样子的比较 所以呢 在这个地方 其实它有提供 提供 提供这边 有一个叫Spring 如何去做 把栏位划分 所以在这个地方 选到这个栏位名称 用右键来去选 这边有一个Spring 点选Spring 然后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可能会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说 它原本的栏位在这里 后来改成什么 新增加了两个栏位 一个叫做 产品 本来是产品中分类 一个栏位 现在它针对 这个 分开Spring 变成两栏 一个叫做 产品中分类的Spring 1 一个叫产品中分类的Spring 2 这两个分类了 所以很简单 它就可以去创造出栏位 但是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方式 好 这都是我们等一下要跟你分享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边 可以从栏位来去划分 那还有一个方法 来 麻烦请点选Spring 我们再新增加一个栏位 本来呢 我们这边产品的中分类 滑鼠右肩 然后 点选 点选什么 这个 Create 这边有一个叫做Create 然后 新增加栏位名称 好 因为刚刚那样子的分类不好 它没有真的帮我把它分成FA FB FC FB 所以我现在要再把它 就是说 把这个 产品的组分类做出来 所以怎么做出来组分类呢 所以在这边我就叫做组类好了 产品组类 然后接下来 这边用的是产品组分类嘛 然后接下来 可是 其实它用的应该是 左边数过来两码 各位 其实 以色列 如果说你们现在用那个最新版的话 它 燃位划分 根本就不用再写这些什么 left right 可是在这里呢 它 它用韩式的方式 跟你知道的以色 根本就是一模一样 好我们来看一下 直接输入left 然后 当我输入left的时候呢 接下来它一定就会产生一个瓜糊 因为left它是一个韩式 然后你看一下 它在这个地方 它是不是要去放 自串 还有要取几码 几个 字圆 那我是不是从左边 要取两码 又瓜糊 其实就跟Excel的一个使用方式 根本就是一模一样 所以你只要会使用Excel 我想在Cable这边 应该都很容易来去完成 所以这边就输入left 瓜糊 然后产品组分类 逗号2 又瓜糊 其中你只输了几个字 left 好 ok 这样你是不是就多了一个 叫做产品组类 我们来看一看 我们的产品组类 快速点点一下 你看是不是就是FA FB FC FD FE 接下来我们做什么事呢 我们可能会比较有兴趣知道 就是说 我们的那个年度 年度在哪里 是不是他放在这个地方 然后 请把年度搬到维度这个地方 因为我们不可能把日期去民国一百年加民国一百年加民国一百年加民国一百年这样子的一个加法 既然它不是一个阿拉伯数字 那我们应该把它是当文字来去使用 所以记得要把日期叫年度啊 视为是维度资料 好 接下来例如说我想要知道各年度 假设我现在算一个很简单的资料就是 我还是要强调讲一下这个资料分析 您看一下哦 在这里面我们有的 我们有的那个栏位啊 有文字的栏位 有数值的栏位 那在资料做分析的时候 我们当然就会选择 例如说一个文字栏位 搭配一个数字栏位 例如说我能不能算出来各年度的检验数 当然可以啊 这应该是我想我们应该要画出来一个很重要的图 好所以我们现在就来一句话 各年度 所以快速点两下年度 好所以这边有100年101年102年103年104年 然后检验批数快速点两下 然后接下来假设我们今天用直条图呈现 开到最大就是Entire View 所以这张图我想应该还蛮容易看到的 那如果说我们今天看到这张图哦 看到这张图 我们可能会搭配什么 因为我觉得说因为视觉化效果嘛 所以在这个地方不太适合做排序 但是我们大致上可以知道说 民国101年我们的查验的批数是最高的 好我想大概应该知道这件事 民国101年我们的检验 不是查验应该是检验批数是最多的 好多多呢 那把T呈现出来 记得最好是把这一个颜色换掉 这颜色换掉 换掉的方式就直接再把年度什么 翻到颜色Color这个地方 好只有101年设成特殊颜色 其他都不要变 所以我们简单的来去 例如说每一年都是用蓝色 102年也是蓝色 103年蓝色 104年蓝色 101年我们用成红色好了 好这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101年我们的检验批数是最高的 好大概就是呈现这件事了 但是通常我们在做大数据分析的时候 你要去思考 就是说如何如何在这张图表里面 再多增加一些资讯给他 好 来先把SHIT1工作表先做好 例如说这是各年度检验批数统计 各年度检验批数统计 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观看一下 这边是不是会看到 各年度检验批数的统计 那有时候呢 有时候我们应该进一步的再去思考一下 就是什么 这个检验批数比例 您看一下 如果我刚刚这边是以什么 最高来去呈现 那如果说我今天我把那个检验批数比例 放到颜色这边 记住颜色只能一个 请问您知道这是什么 意思吗 这意思就是说 就是这个 检验批数比例 在这个地方啊 这个比例是蛮高的哦 好 我们把它换一个 不符合批数比例 放到颜色这边 这代表什么意思 这个颜色啊 这个颜色啊就很有意义了哦 代表什么 民国一百年怎么样 不合格批数是很高的 民国一百年我们的检验的批数虽然不高 只有什么 2万4千币 可是呢 我们查验出来 不合格的比例 是非常高的 好了 这也因此 这也因为这样子 所以呢 我们隔一年 我们的检验的批数 要不要增加 一定要增加 你看直接增加到 从2万4千币 直接变到7万7耶 这样可以了解哦 这都是有因果关系的 所以我只是要告诉各位说 因为这个不合格率 不合格的批数 一丢进来 颜色来去呈现 一百年是不是 有很高的不合格的批数比例 所以呢 会导致什么 会导致民国一百零一年 我们的检验批数 就要增加很多啊 这都是变成很合理的一件事情了 一定是这样子嘛 政策上面一定是这样子 如果说 假设我们今天 对于某一个国家 它 就是输入的食品 如果检验第一笔 没问题 检验第十笔也没问题 检验到第一百笔也没有问题 那我想 后面它抽检的几率会越来 就是都是用抽检的方式了 就不用逐项的来去做一个检验 那如果 如果你检验第一次检验不合格 第二次检验不合格 请问你第三第四第五第十 是不是每一次都是逐项来去做检验 所以就提供给你们做参考了 所以这都是有前因后果的关系了 除非这是假资料 而我的意思是说 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说我们今天看到这边 这边有看到 不合格的一个比例 很高嘛 结果这边假设101年看到资料 看到那个检验的批数是很低的 那就代表说 这是有问题的 好我只是要告诉你们 请你们就是 拿到资料的时候你要去思考 合理不合理 就像例如说你看喔 103年我们是不是看到 不合格的 那个批数比例 就是100件里面大概有2件是不合格 那请问一下 这个地方呢 这个地方 看看说 他100笔有2.7笔是不合格的 那这边100笔有1.9 将近2 2笔是不合格 那这边其实一定要 检验的比数 一定要比他还来的高 这样才合理 就提供给你们参考了 这是检验 检验 那接下来我就想要透过曾经我做过的一个分类 来去看一下各类的食品啊 我们不是有FA FD FC FD FE 那我就会很有兴趣想要知道说 那个各年啊 各年这些食品呢 他的一个不合格率 有没有一些什么变动 这是我个人 因为 我不想你们会怎么样去分析 但是哦 对于一些像什么牛肉 不是有很多产地 对不对 那我们可能就会 针对一些 例如说肉类的食品 我们会去 例如说 怎么样的一个抽业 还有药品 药品 像那个很多化妆品嘛 那个韩系的化妆品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哦 食品分类 因为其实我也不晓得那个 FA 这边看到FA大概就是什么冷冻牛肉啊 那FB呢是什么 水产品 海鲜类的吧 FC大概是冷冻水果 然后FD大概是一些其他蔬果 古物什么蔬果 F大概就只有这几类 那我们来看一看哦 我不晓得您会觉得很好奇说 那哪一类的食品是我们检验的重点 类似这样子 就是当我看到资料的时候 那我当然会去想说 我是不是那个抽检的比例啊 比例我会先设一下 那哪些 例如说冷冻 新不新鲜 什么是不是我的一个 检验的一个重点 之类的 那我们现在来观看一下 做这一件事情 所以呢 我们点选这个新的工作标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这边 我已经做了产品的组分类嘛 那也有这边有产品的中分类 所以请建立阶层关系 这个Hirarch的关系 然后接下来我就把产品中分类 翻到产品组类别 然后我就直接叫做那个 输入食物类别好了 输入食物类别 你自己选啊 你叫那个食物类别都可以 然后点选OK 那重点是我要把这个 输入食品类别搬过来 例如说 搬到来 那你看一下当我点选 当我点选这个食品组类 然后再点这个加 是不是他就会产生什么 第一个 OR转成横向 转成横向这样看得比较清楚 FVA里面又有分什么 冷冻牛肉 然后冷冻那个什么 牛肉罐头啊什么之类 好我们先 只看产品的组类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看那个检验批数 检验批数 然后去画出一个 圆形图 因为我觉得在这个地方 我去看那个比例 看比例 所以我就用圆形图 然后放到最大 好 那在这个地方 我觉得我还是希望呈现说 那个产品的组类 所以我就把这个 这个产品组类放到 Label这个地方 我就可以看到说有FA FB FC FD F1 天哪怎么还会出现总计呢 总计是不是不要出现 所以我们应该把总计给 filter掉 为什么会出现总计 因为刚刚我在这个地方 我是不是有做那个 产品的 就是我用left的 函字来去取嘛 那如果 如果现有的资料里面 真的有总计 可以把它给 过滤掉 所以我们 在这个地方 把产品组类 产品组类 将你们一招 就是现在这边 是不是有一个产品组类 Ctrl键按住 搬到filter 这个意思代表说什么 我这里 要使用mark 产品组类 当做mark 然后 我filter也要使用产品组类 所以请把总计关掉 OK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 可以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说 以我来去观看的话 我就会知道说 FD FD 它实际上 占我们的 就是 检验批数中 比例是最高的 就是 假设我们今天有 100个检验好了 好 然后 我针对FD 我会做的一个检验的比例 50 就是我遇到那个 FD的 产品的 输入食品进口的话 我两笔 其中有一笔 我就会去检验了 那FD是哪一种类型的 我想你们应该会比我还清楚 FD是哪一种 它是属于那种饼干 然后调制蔬果 还有糖果 乳制品 乳制品 好 就提供给你们参考了 我们把工作表名称改一下 例如说 就改成 各类 输入食品 各类食品 检验批数统计 那其实你也可以把百分比也算出来 有印象吗 百分比怎么算 要不要算算看 那在这个地方如果我想要呈现百分比的话 我可以透过这个检验的批数 把检验批数直接搬到Label这个地方 那这个检验批数呢 我不想要呈现这个八万九或者是九千三 那怎么改呢 这边我可以透过滑鼠右键 然后 这边有一个叫做快速table的一个计算 好 所以这个叫表计算 好 所以这边点选percent of total 这边就会出现那个百分比了 好 这是提供给你们参考一下 就是 不想你会不会觉得 这样子一个 这个呈现比较麻烦 但是我要告诉你 您现在还是使用十点插板 如果在九点插的时候 光这边我就要交半个小时了 对 你们好像就是用九点插板 反正不管怎么样 现在我们用那个十点插板 那个的方式来去算 可是我还是请向你们 要会去新增栏数 就是这个 CREATE一个CALCULATE FILE 然后去把 总total 总total跟什么 这个 类型的 数值 就是 这个类型 FD类型的 纪念P数 来去做一个相处 也可以达到那个百分比 我现在我想要去画什么 通常不会去比这个检验的P数 而是会比那个不合格率 不合格的P数 好 所以我们去看一下 这几年 各类产品 各类产品的不合格的比例 所以 新增一张工作表 来 请先新增一张工作表 那 首先我们先画什么 先画各产品类别 的不合格P数 然后接下来呢 这是 FA 是 各年的总和 那我怎么样 变成就是说 我分年来去呈现呢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把这个粘度 把粘度 把粘度 直接搬过来 搬到 颜色 在接下来 我不是要分别呈现 这一个一个的Bar 我要改成 折线 最后记得 把一个值拿掉 这个总计 总计哪里会有总计呢 这个产品的主类 把这个总计拿掉 好 来开到 最大 我们来去看一下 呃 101年 这个年呢 他呈现的意义是什么 他所呈现的意义呢 是 这里面 最多 什么叫最多呢 就是销售的 销售的情形是最多的 就是 对不起 那个检验的 P数 是最多的 所以我们刚刚曾经在这个地方 各年度 我们是不是有把那个 101年特别标红色 好 所以这边他会继续沿用 跨工作表继续沿用 当然我们可以分别去修改它 好 变成编辑颜色 编辑颜色 编辑颜色 这边选择 自动 那 那 那这个地方呢 刚刚我是不是一个一个手动来去调整 这边 重新去安排 重新去安排 OK 他这样就变成五种不同颜色 甚至 在这个地方 请稍微再注意一下 这个编辑颜色 你 习惯用那个 之前的版本的话 在这个地方 它的颜色是非常多种变化的 例如说我选到 不晓得各位 能不能了解 就是九点插板的颜色 会比较浅 会比较浅 我每次我都要手动来去调整 所以我刻意在使用的时候 我都会使用这种特殊的 特殊的 就是说更深一点的 这个 例如说 Colorblind 然后 OK 对不起 我刚刚没有再按一下他 所以编辑颜色 选择这个 Colorblind 然后记得 Azign Azign 然后 OK 好 我只是说 只是说 让我们在视觉上 看的时候 会觉得说 在这个地方 有不太一样的一个 呈现 不要太浅的颜色 好 在接下来 如果您觉得这线条不够出 你都可以再用Format 来去做修改 好 我们先不改这个东西 那接下来我们看到什么 看到FC FC 一直都是在 就是说 这个 FA FB FC FD 以这5个产品类 食物类别 里面 FC是最多的 就是 检验的笔数 FC是最多的 好 例如说 在这个地方 就是 不合格的P数 最多 不是那个检验数 是不合格数 检验数是不是FD是最多的 刚刚在这个地方看到吗 检验数FD是最多的 好 那个所占的比例 100件里面 将近有4乘5 都是在检查FD 那FC FC 是不是检验到很多不合格的 所以 它 理论上应该抽样数也要够多 好 那个检验数也要够多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是不是呈现 FC 每一年都是 每一年都是FC最高 FC是哪一种食物 钥匙料 还有香辛料 还有米 花生 食用花卉 好 冷冻蔬菜 可能 因为是用海韵吧 所以 比较 就是 就是摆太久了 才运到我们这边 好 那 重点是我们在这边可以得到一个资讯 就是说 呃 就是在所有的 食品里面呢 不合格的批数 以 FC 这样子的一个 食物是最多的 好 这我只是提供给你们参考一下 那 把这工作表做好 例如说这叫什么 那个 各类食品不合格 各类食品 各类食品不合格 批数统计 好 所以在这边我们就会写说 喔 FC比较多 那 这边 通常 通常会看一下 就是说 你有没有发现 喔 FB这边 喔 就是说 可以发现就是 FB 在这一年 这一年 特别高 有看到吗 然后呢 呃 这一个 这个是104年FC 特别高 有看到 就是 当我们在看到一些 自觉化图表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要开始去写 第一个你看到什么 第二个 你看到什么 那像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在这地方 就是感觉起来 104年FD这个食物呢 不 食品 不合格的批数是下降的 是下降的 是下降的 好 你可以大致上看到这种情形 那F1呢 每一年都很低 好 那 尤其我们还要去看那个变动 变动 像这个 这个其实它的变动就算比较大一点 变动 好 就是 就是我们会去看看 是不是 例如说这是100年 这是101年 然后102年 103年 104年 那我就 好像看到了一个趋势 就是说 那个 不合格 好像各类食品 各类食品 都会随着那个 年数 都有越来越多的情形 可是 除了FA FA好像是颠倒的 你有沒有发现 这是民国100年 101年 好 它的排名顺序 排名顺序 它是颠倒的 跟 这个 FC 对不对 是两个完全颠倒的一个方式 好 这只是提供给你们参考一下 那 在这边 如果有兴趣 可以再继续去探索这里面的资料 那 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再继续去探索这里面的资料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 我们是不是可以 来去把一个 这个Dashboard做出来 因为我要介绍Story 让我们知道 为什么Story 可以取代我们的简报 所以点选它 我们先来做一个简单的Dashboard 好 这个档案我们先暂时先存一下好了 这应该叫做检验2 因为其实我已经做了一个检验 叫检验2 记得复党名我们存TWBX 然后存档 那接下来 因为我有三张资料表 这三张资料表稍微注意一下 等一下看你要用什么来去呈现联动 好 例如说点选第一个资料表 各年度的检验批数统计 好 这边我们大概就知道说 各年度好像以第二年居多 而且它可以呈现就是说 不合格的批数 以一百年居多 一百年最多 然后接下来呢 再把这个各类食品检验批数统计 放到右边好了 然后 各类食品不合格批数放到下面 就是 然后变成一个三格 三格的一个图表 那怎么样把这个Dashboard呢 呈现变成一个 就是符合我视窗大小的方式 所以在这个地方 Size Size 设定为Auto 好 那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好 我们现在去观看一下 这样子的一个资料呢 假设我们今天我设了一个联动 例如说我以各年度来去 各年度检验批数的统计 所以我这边我设一个筛选 例如说假设我想要去看一百年 一百年它长这个样子 一百零一年它长这个样子 好 基本上这原型度都没有什么 重大的 改变 那 你有没有发现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存在一个 各类食品不合格批数的统计 它一次只会呈现 一条 所以这点要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那 我们接下来不用年来去看 我们是不是还有那个 各类食品 各类食品 像例如说这是FD 好 例如说我们来去点它 把它设为是Filter 点FD 它真的有改变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 在这个地方FD 它就变成五个点 例如说我点FC 是不是也是五个点 因为五年 然后这值都开始在做一些改变 好 我只是要告诉你 这是 这是 Filter 但是Filter很难说故事 在说故事上面 它不太好 所以建议各位 我还是设为一个高亮 高亮 怎么样去设呢 好 首先 那我们 等一下 一刚开始我们说故事 会以这一章来去做说明 例如说 呃 我们呈现就是 100年 100年 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 好 所以我们先把它当作是 那个仪表版的一个行为 设定为高亮 高亮 然后直接点OK OK 好 那例如说好了 我现在呢 我点100年 你有没有发现100年呈现是这样子 就是 不合格的那个批数 不合格批数 那你会说 那为什么颜色 颜色会这么深 那这边就完全没有呈现 这边没有呈现是因为什么 各类食品检验批数统计 这里面 我们用的资料是检验批数 而不是不合格 这边我们看到是不合格批数 对不对 好 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做修改 这边是做检验批数 是不是可以改成不合格批数 在各类食品里面所占的比例 好 类似这样子 这边我们就不做修改了 可是至少 这个地方 跟这个地方 它是match起来的 好 点它 它的不合格的批数 好 都有 所以我们现在 来去看一下 怎么样去建立一个story 首先第一件事情 我们就点选这个地方 新增new story 点了new story之后呢 把第一个仪表板放进来 第一个仪表板放进来 而这个仪表板稍微注意一下 稍微注意一下 这个仪表板 这个story的这个仪表板 我们也有size 我们也有size 好 建议也把它设为叫做自动 这边 这边有一个size 请把它这个size设为是自动 automatic 它就会自动 自动呈现在这边 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下面这一块全部都是仪表板的内容 可是这个地方 你会说 这个地方是什么 aid a caption caption caption是 表头 意思就是那个故事 看你要怎么写 怎么写 就是 等于说是 一个标签 到时候这上面会放 一张 两张 三张 四张 五张 就一张一张的故事排在这边 好我们就先写第一个故事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可能一刚开始 就会告诉别人这个故事说 这是那个卫福部食药署 那个各年的一个就是食品检验 先告诉别人说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资料 所以例如说这是卫福部 输入食品 输入食品 那个检验 好就是 简单的你写这几个字 因为到时候 到时候你第一个 第一个不会点它 因为一打开 就是看到这样一个画面 而且事实上 我们以后公布的资料 也只有放这样子的资料 因为方便让别人去点 点这个 本来 因为你们不太需要 那个publish 所以 我们是没有去交 那个publish的部分 因为至少 你可能 到时候你去做简报的时候 你去做简报 怎么做简报知道吗 这边有这个图示 这不就是 你在powerpoint的里面 去简报播放的时候 看到一模一样的图示吗 就是点它 就是 你给别人看到 就是 跟简报的内容 是一模一样 不能看到什么 上面一大堆功能标签 左边一大堆的 什么dimension 跟measure 结束广播 也是按ESC 好 我们继续设计 第一张 我影片做好了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是不是要去增加第二张 增加第二张 我们的做法 我们做法在这个地方 因为第一张已经做好了 所以我们可以去做一个 duplicate 这边 这边 内容完整的放在这个地方 那这边 是不是有看到一个duplicate 点一下它 你就会发现 这两张是一模一样的 这一张是第一张 这一张是第二张 可不可以前后先后顺序对调 当然可以 这个 多做几张之后 你再去做调整 因为 我个人 我个人 我 我是会先 我喜欢那个逻辑的推销 就是说 我第一张 我会先带出来说 例如说 概述 为什么 要去做这个 输入食品的检验的一个什么故事啊 然后接下来 那我们这边各年的一个抽检的情形是怎么样 然后接下来抽检的结果当然就会有 合格跟不合格 那不合格在这边哪一年 最多什么之类 就这样子一个 一张一张的故事呈现 好 那这一次第一张 这就变成第二张咯 第二张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要改内容了 不仅是这边要改哦 你刚刚的联动 例如说第一件事情我们要讲的是 这一个 第一件事我想讲的就是说 这一个好了 就是 那你要把这个故事内容打在这边 好快速点两下进行修改 假设我第一件事我要讲说 那个 101年 检验数最多嘛 对不对 我就 做这件事 101年 那个 输入 10平 检验 批数 最多 好 好 我们现在来去简报播放一下 让你去看一下 就是说 到时候你在播放的时候啊 一定是从第一张开始播 一定是从第一张开始播 然后你就说 各位长官大家好 我今天要跟各位来说明一下 卫福部 食药署 这几年对于输入食品检验 的一个相关内容 首先 一 诶对不起 因为到时候你只要点第一张点完 点第二张 可是 可是在这个地方我点到第二张的时候呢 这个动作应该是要被点点选的 好 我再重新一次哈 因为这一张是全部都 所有资料都呈现的 然后这一张呢 他就变成只有点到他 好 再重来一次 好 你看哦 在这个地方就是一刚开始我就会 点到第一张 就说 各位长官大家好 我们今天要来介绍一下 这几年我们输入食品的一个景面的结果 然后 点第二张 记住哦 你不要在这里面操作哦 坦白说你在这边还是可以操作 这里的内容 可是你一定会很欢乱 这样可以了解哦 好 坦白说台下如果做了一个 呃做了十个长官 你不管怎么样你都会紧张 不要紧张 这个时候最简单的方法 动作少做一点 就是点上面 所以你的工作就是只要点上面就好了 好 点上面是绝对不会乱掉的 好 点了上面之后我们就可以继续讲 在民国101年的时候呢 我们的那个输入食品 景面批数是最多的 好 我们就可以讲这句话 然后 接下来我们再做第三个故事点 就第三张投影片的意思了 好 那接下来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不是要复制这一张 我是要复制这一张 就是故事的延续啦 继续讲下去 来 请点这个duplicate 然后接下来这个故事点 你看第二张跟第三张 在这个地方我就要点这一个 第三张的内容我要点的是它 因为我要去说明一件事 这一年的不合格批数呢 是这五年中最高的 好 所以 多高2.7 就是 100件里面大概有三件是不合格的 所以因此呢 我们才会在101年增加很多的检验批数之类的 这样子 所以 这里面的文字内容呢 我们就会去输入说 呃 因为 100年的检验 结果 结果 不合格批数最高 好 答2.7% 好 类似这样子的一个文字叙述 但是 建议你还是要检查一下 第一张是全部都呈现嘛 第二张是只有选到它 第三张只有选到第一个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去点这个 简报的播放 好 就开始报第一张嘛 然后接下来报第二张 第二张报完再报第三张 你都是点这上面 然后分别去呈现这些 你所检查出来的内容 这就是透过Table 来去说故事的方法 好 那我们再多做两个点 好 例如说 这个地方呢 我以这个点进行复制 所以 把这个故事点呢 点这个Duplicate 它就可以再复制 那稍微注意一下哦 好 您复制出来的那个点的右边这一个 好 才是我现在我要去做修改 例如说 我想要去呈现 我想要去说明就是说 第四个故事点就是FD 我要去说明FD这个实物 FD这个实物呢 它就是在所有的检验P数里面 它是所占比例是最高的 其次是FC 好 类似这个故事 来修改一下内容 好 例如说 我现在把它叫做什么名称呢 那个 FD类食品 检验P数最多 其次 是 FC类食品 好 好 约占 FD类食品约占45%左右 那 接下来呢 我们 再去把这个故事点复制 然后接下来我们去说说一件事 FC啊 FC 它分别在这几种食品类 景面里面 应该都是 比较 不合格的 这边不合格P数是最多的 那这边出现这个总计把它改一下 总计 好 故事点一 我们 这边 可以看到FC是最高的 所以 重点接下来就是要讲这个部分 所以呢 所以呢 把这个内容改一下 FC类食品 食品的检验数 不合格P数 不合格P数最多 好 好了 那我们 我们顺便来去观看一下 观看一下这个简报的呈现 一刚开始的时候呢 我们一刚开始的时候 就给大家看到是这样子一个情形 然后就可以去说明说 我们为什么要去做食品检验 然后接下来呢 在101年 我们的检验P数是最多的 原因是因为在民国100年的时候呢 进口食品 发现不合格的P数啊 高达2.7% 很高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 可以发现就是在 F D类的食品检验P数 最多其次是FC类的食品 然后 最后 最后就要去讲这个FC类的食品了 好 FC类的食品一直都是在这5类的食品里面呢 不合格的P数统计的结果都是最多的 好 值得我们再去好好的关切 然后日后应该是针对FC的那个 检验的P数呢 应该是要再增加的 好 这是一个简报的一个说明 那我想 这一个检验的档案呢 就先讲到这个地方 这个检验资料 暂时就先介绍到这地方 我们就先关掉咯 我想跟你们分享一下就是说 假如说今天我们地图喔 地图的画法 如果是国家的话 在10点插班以后啊 很容易画了 可是如果说想要去画那个台湾 台湾 例如说台北市的行政区 那个可能就不太好画 但是我坦白要告诉你们一件事情 就是说你们需要画到那个行政区的机会不多 因为你们可能会以一个就是说 各县市别为主的地图居多 好 我还是教一下 假设我现在呢 我简单的去做一下 做一个资料 做一个Excel的资料好了 所以先新增一个Excel的档案 那最好是跟着我一起来去打喔 因为 因为 来去自己做一个简单的 资料好了 好 例如说 食品检 食品检查 然后接下来快点两下 假设我们现在来去设我的食品检查的地方 好 例如说 这边 那个 呃 呃 城市 城市 例如说 第一个应该是国家嘛 C-U-U-N-T-R-Y 然后呢 应该都是台湾 再接下来呢 第二个 第二个放 例如说City C-I-T-Y 好 例如说是 例如说是台北 那接下来 接下来District 就是行政区 好 例如说有大安区 好 我们打中文好了 大 安 区 因为真的在那个 呃 美国的地图里面 他们有 第几区 第几区都编号 可是我们的大安区呢 可能 台湾还有别的地方也叫大安区 好 所以我们通常是用那个 区域号码 好 那个ZIP 好 我们再加几个好了 大 有大安区 有信义区 嗯 再加个 我们叫北投区 好 北投区 好 那现在问题来了 就是说 这些资料 这些资料 请问你 如果说我今天要画那个区的地图 他根本就不知道这个大安区在哪里 他知道台北在哪里 他也知道 呃 台湾在哪里 他就是不知道大安区在哪里 如果我今天我要画那个 各区的一个检验数好了 例如说最后一个我们就放那个检验 检验 检验 检查数 好 假设 100 然后 80 60 50 随便啦 就是我只是要告诉你 我等一下我要去画这个图 那我想这个资料应该还蛮简单做 问题来了 就是说 请问一下哦 你会不会希望得到这个连续的 就是说 这个大安区的精度纬度 这是我们必须要手动做好的一个功课 只要你有精度纬度 世界各国你都可以画了 好我是用这种方式来去做 所以呢怎么做到这件事 首先 可能在这个地方我们先写 这是 因为地图 地图上好像是先显示纬度 再显示精度 我们在东京121左右 东京大概121度左右 好我们现在看一下 那接下来如何把这个台北市大安区的精度纬度找到 那最好不要一个一个找 最好是一批整批的找进来 所以怎么找呢 首先我先打开Chrome 然后接下来到Google 你们可以上网吗 可以哦 好 我是用这个工具了 叫做 我也没有背 我也没有背他的那个网址 我因为我要批次下载 那个地址的精纬度 我要批次这两个字 因为我不可能一个地址 一个地址 要也是copy 比如说100个地址 直接丢给他 他帮我找出来这个地址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就说 我就输入 批次 批次 地址 金纬度 然后地址 转换 你看这边 输入地址 批次转换金纬度小工具 而且这个小工具 是线上的 线上 你看在这边 他就说 请输入地址 那这个时候啊 这个时候呢 我会做一件事 因为我现在用的是 那个 我建议各位 这边最好是打中文 例如说 例如说台北市 台北市 因为我现在用的是 以色谣的2016版 他有提供这个功能 给你们参考一下 例如说 例如说我现在做这个地址 对不对 我就直接输入 台北市 大安区 请问我现在做的意思是什么 是不是就这两格 把它并起来放在这边 对吧 我现在做这件事 好 你看一下 我现在选到这三格 我现在选到这三格 然后呢 在常用底下的填满 填满 这边仔细看哦 我选完功能他就做完了 快速填入 有看到吗 台北市信义区 台北市信义区 台北市北投区 台北市北投区 这10个人 有9.9个人都不知道的功能 可是他却是 存在很久很久的功能 但是我要告诉你 我重点是要拿这个地址 拿这个地址 请他去做转换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功能 复制 然后接下来呢 我就到我这个地方 刚刚 刚刚这里我就可以选择贴上 当然你要是有越详细的地址 例如说里长家的地址 你可以找到的经纬度会更精确 然后直接点选 开始转换 他就直接帮你找出来三个经度 三个纬度 有看到吗 就做完了 好 重点 重点是 他是先放纬度再放经度 例如说台北 台湾几乎都是在 东京121度 北纬25度 好 我们直接把这个资料复制 复制 然后贴回去我的ecell上面 直接贴上 贴上稍微注意一下 贴上可能要请各位注意一下 我要用逗号去做 格式 去做一个切割 所以资料 资料 这边有一个资料剖析 直接用分格符号 下一步 然后用逗号 因为他这边是用逗号 然后完成 这样就做好了 维度 精度 把这个资料存到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可能请你们稍微做一下 因为这个地方 这个资料 其实很容易找到 就是你本来这边通通都有 例如说台北市 什么区 台北市什么区 好 批次去把它全部做完 你千万不要在那边 一个一个 经纬度的查找 那会很麻烦 好 但是我还是要特别特别强调一下 如果像那个 台中市 北区 台中市中区 北区 这些就是 像台南也有 台南市北区 就是很麻烦 那个 经纬度到时候会出现一些问题 所以我觉得 还是要回归回来 用ZIP 就是邮局编码的方式 用交通 行政院交通部 行政院交通部 他所发行的那个 ZIP code 会比较好 好了 有了这个资料 我现在要特别跟你们讲一下 就是说 等一下我就要去 画出来 那 精度维度怎么用 这三个是不同的地方 我只是随便找三个地方 你如果可以的话 台北是不是有十二区吗 这继续把它做出来 只是我觉得说 你会做三个 批次做三个 就等于会做批次做一百个 做 台湾好像也只有 四五百个吧 本身就把它全部都做完 但是 但是你们可能 在做的资料 几乎都不是要去做 整理到那个 各个里 好了 那这个资料我们就 先完成到这边 好了 那我们现在 就来画一画 刚刚 刚刚已经做好的 这个档案里面 有精维度 如果当我有精维度 如果要画地图这件事 快速点两下 打开Table 然后接下来 刚刚我做的是Excel档 所以我点选Excel 然后接下来呢 食品检查 我做的是这一个档案 好点选Open 好这样我就可以打开我的 这个资料 那在这个地方 很特殊的一件事情 25.0261583 这个数值 我们要把它设为精维度 怎么设 你有没有发现到一件事情 这边 如果是看到Country 它会自动把它变成什么 地理位置 如果说是City 它也会把它变成地理位置 可是像District 不晓得为什么 它居然没有辨识 可能它真的有侦测到这三个 就是里面的文字内容 记录内容 所以它觉得说 这应该不是它所知道District 就是那个区 行政区 所以我们把它手动来去设定 手动设定 手动设定 这边 精度跟纬度 那精度跟纬度 可能要请各位 特别注意一下 在这个地方 因为它是纬度 纬度 好 那我们这个角色 地理角色 不要设定错误 你从上面往下来去找这个Legitude 就是纬度 纬度 然后这个精度 精度 好 一样把它设定好 地理角色资讯 设成叫做Longitude 那你可能哦 可能会发现就是 在视觉化 视觉化哦 你有没有发现这边是蓝色的地图 这边是绿色地图 我不晓得你们使用上面来说 你们的用法是什么 其实Tever里面有非常多的学问 如果我们再花个 例如说30个小时 可能都还讲不完 先不讲那个其他的什么打数据分 是那个机器学习 真的里面有很多 我们可能要再去了解的部分 好 像刚刚那个表计算 我虽然只有用了一个什么Rank 好 其实它还有什么YTD 好 累积到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 的一个计算 那在这个地方哦 你们就自己来去观看一下 因为其实内定 内定 什么叫内定字 举例来说像Country 它只要一看到Country 它就知道这是什么 这是国家 它只要一看到City 它就知道这是城市 它用蓝色 就好像说 假设你把这个地方看那个D D值 它是一个ABC 它会觉得说这个蓝位 应该就是属于就是已知的 那像这个 这个 这是会弹性变化的 它用绿色 好了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 连选这个Shit1 连选Shit1 因为刚刚已经设好精度跟纬度 而且是台湾 然后我的电脑又有连线 所以我们现在哦 来去看一下 这边是不是有精度跟纬度 要把这个精度跟纬度 放到上面还是下面 那你有没有发现 下面不是还有一个精度纬度吗 不要用这个哦 我们现在先快速点两下这个精 我们先看好了 我们先看那个City没有异 因为City就是台北市 好还是看一下好了 它一定指向台北市 有看到哦 这应该没有问题 这个City它绝对可以辨识 台湾能不能辨识呢 可以的 这个Country嘛 Country里面只有一个名称 就是台湾快速点两下 有看到吗 这边有一个点 好 所以 10点插板以后 你根本就不用去找那个台湾的精度纬度 还有那个City的精度纬度 我要告诉各位再一次的强调 10点插板 之前很麻烦 之前哦 那个你都必须要自己手动去设定 比如说台湾在东京什么121 然后纬度什么25度 那个很麻烦 可是现在不用了 现在你只要定义好 那可是 刚刚我讲那个行政区 对不起就不行哦 行政区我们就自己要去设定这个精度跟纬度了 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快速点两下精度 快速点两下纬度 它是不是还是找到这个地方 但是它是把那个三个地址 就是 配取起来 好我们放大一点来去看哦 放大放大放大 你理论上这边不是有三个点吗 好 所以我们分析资料的时候 不应该把它怎么样 聚集起来 可以哦 这个分析它这边就变三个点哦 我们来把这个 那个district 用label方式来去呈现 有看到哦 字稍微大一点 这个字啊 大小 稍微大一点 所以把它设成 例如说14 然后粗体 黑色 那这个圈圈你要大小 例如说有一个检查数码 可以用size size 好 稍微缩小一点来呈现 请问一下哦 北投区是不是大概在这个地方 北投区是不是大概在这个地方 我想应该是的 好 然后大安区是不是在这里 信义区大概在这里 我们 我们现在在哪 昆阳 其实我对台北市不熟 我只对这个地方有点 有一点熟 因为 当 研究没有结果的时候 我就在 因为我们在阳明大学 就 一直在那个阳明山那边 一直走来走去 好 不只我一个人走 很多人都在那边走来走去 好 是真的 这个学校太大了 好 欢迎大家如果说 那个 想要来爬军舰园的话 就可以到我们学校 好 好 这边就是 如果说我们今天 我们针对那个 精维度 就是说 行政区 台湾的行政区 你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去画 那 这种方式的话 能不能再把它改成 这边有一个叫做 嗯 fuel map 答案是不行 因为 因为他没有针对北投区的那个 面积资料 他没这个 没这个定义 可是 美国有 大陆有 印度有 台湾没有 好 所以这点要请各位 稍微知道一下 那我们这个时候呢 可能就要用 别人已经开发好的 其他城市来去做这件事了 啊 cable他没做 所以这点我必须要让各位知道一下 所以我还是改成用circle的方式来去呈现 那 其实这个点可以改大小 稍微改大一点 因为 嗯 重点 重点是要呈现这个圈圈大小的差异 答案区是100嘛 北投区最小 是不是50 好 有看到哦 我刚刚设那个数值的大小 设在这个地方 好 这是 如果说我们就要画行政区的方式 就提供给我们参考咯 行政区地图 好 那我们就把这个范例啊 储存一下 save us 一样可以把它储存成 twbx 我们就取名叫做 台湾台北市行政区地图 好 麻烦请关掉 接下来哦 接下来哦 接下来我想要请你们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说 呃 我们来研究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它的一个我觉得还不错的功能 呃 就是 ecell里面的一个名称 定义 区域名称定义 它可以自动抓进来 好 来 我们看一下哦 呃 我有给你们一个ecell档案 嘛 叫做 这个 sample sample 快速点两下 呃 这个应该是supermarket 好 呃 就是 当我今天呢 我们拿到这张资料表的时候 有些人会把这个区域范围定义起来 什么叫区域名称定义 例如说 假设我现在我就只有定义这么少一点点的区域范围 我把它取名 我把这个 选到的这个区域范围我取一个名称 例如说 它叫做 它叫做 这应该是超市资料 超市资料 好 我这边只有选到16笔记录哦 好 我只是要告诉你们 只要是定义好的名称 以色谷里面定义好的名称 都可以抓进去 因为 它都已经 可以结合PDF党 它也可以去汇入半结构的资料了 那更何况 这个是一个表格 这是一个结构资料 这个结构资料 而且定义好一个范围 那个table可以直接抓 这个定义范围 好了 我们就直接把这个档案储存 然后关闭 可以 我们现在打开table 来去 只抓 刚刚那个档案 的那16笔记录 可以吗 因为真的有很多人 他会自己创造 以色谣案 然后做了很多的以色谣案 或者是 例如说 假设我今天我是一个中央单位 我要去跟注册主要资料 我要去跟那个 呃 例如说 人事 要资料 我要去到处要资料 结果到处给我 那个以色谣案 我可能要怎么整合呢 没关系我就先把他们的资料全部都命好 区域范围定义好 比如说我现在 汇入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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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是不是有一个这个 sample superstore 然后open 然后接下来你看 这边多了一个叫超市资料 有看到吗 超市资料 快速点两下 你看 我未进来的只有16笔记录 有看到 在这个地方 这真的是一个太棒的功能了 我个人觉得是很棒的 因为有时候有些人他在做以色谣案 资料表 他在建那个资料范围 他可能 东一块西一块 或者是各个不同工作表 他都命好名称 tabial全部都可以抓 到时候这边全部都会呈现 好 而且 而且你 耳后再加上去的资料 可以透过aid来去加 这我也觉得是一个很棒 很棒的一个资料连结 这都希望你们稍微注意一下 好 我们就暂时介绍到这个地方 那 接下来 这个功能真的请你们要好好把握住 因为我没有给你们pdf档 可是真的如果你有兴趣去做那个连结 连结到一个pdf档的话 你会发现真的 我可以去打开一个pdf档什么 第20页的那一个表格 他全部抓进来的 这个太神了 这个是10.3主要更新的新功能 好 这个范例我就 这应该不用传吧 只是告诉你们这个观念而已 好 我们跟各位大概做了这几个档案 一刚开始的时候呢 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们把 被谷布食药署的一个开放资料呢 拿过来做一下分析 然后了解这个检验 怎么做检验 而且最后会把 仪表板啊故事啊全部都编排好 让你们可以去做一个报告 再来就是 我们如果说想要去做那个台北市的一个行政区 这个行政区呢怎么样去做 好 至少呈现出用原点的方式来呈现 而且是画对的位置 在最后我们跟各位介绍这个登格热 的一个资料 好 然后如何去把它载入进来 然后会发生什么事情 另外还有跟各位分享 就是当我们在做那个之前跟各位来去做一些销售统计的时候呢 我们其实有很多的栏位是需要自己手动新增 怎么样新增这个栏位 如何新增栏位 我们写一些韩式 好 不管是像什么 简单的用left 或者是像加总 加总其实我觉得应该不用做 还有像那个rank 如何去变更 好 最好是深入了解之后 其实我们还可以再多做一些像折扣啊 例如说总销售额跟折扣后 那才真正的是我们真正的销售 真正销售额如果又再跟成本来去做计算 我们可以算出一个毛利 如果再加一些什么晚销费用 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真实的那个获利等等 这些都是必须要透过资料来去做新增栏位的计算 那像刚刚我们最后举例这个登格热的资料 其实我们在资料转换之前 就在视觉化之前 应该先转换好资料 而不是说到现在看到13个 unknown才去整理资料 应该是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要先整理好资料了 像例如说那个县市的问题 像桃源线 现在早就已经没有桃源线 类似这样的问题 我们都必须要去先整理好资料 那这个部分就是很重要的ETL的重点了 只是通常我们大家都是好像用ETL来去改好 然后再用Table来去做修改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选择 你可以选择用那个办公室自动化的方式来去做修改 好那我想整个课程大概就暂时在这边告一个段落了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的话 再欢迎你等一下来问我 好我们今天就这两天的课程出阶进阶 就暂时介绍到这边咯 谢谢大家